是柔檬和國會團員大聽的 目前而不是在教育之後 不曾經自成功 國會團員長 大家都知道齁 中國人都特別喜歡圖房子 我剛才問誰喜歡圖房子的 舉手有沒有特別喜歡圖房子 你知道他不喜歡 不是很喜歡 你們家呢 可能是吧 我们家这家吧,就是有两个人,一个人喜欢,那一个人都不喜欢,我是执行者,我不是决策者,我就是被拽了进去,现在我们就在一起,excuse me. 对,因为为什么这个TOPP老师他们要叫我讲,因为我以前做毛笔记的,所以说对这个就比较熟悉一点。 我们家那不叫emeshment,我们家那叫占有欲均,先买上来说。 那我们就知道,美国梦,我们每次都要跑到这里来美国梦,美国梦里面最大的一个就是在美国拥有一个帮子,然后呢? 很多中国人都觉得房子是最好的房子,而且房子是最好的一个资产。 而且呢,好多中国人都说,最好把房贷配掉越快越好,这些都是大多数人可以这么认为的。 我昨天一乘飞机,再回来路上,就有人,也是一个Lex的老客户,我急得不得了,我马上要奥回一个房子, 要一百万,什么什么,投资的室,家庭的房子。 我说我明天给你出购,我想回家已经投过婚了嘛。 我说不行,我今天晚上就要要。 不要,别人要了。 那后来我就回家一会儿,上床就是休息之前,赶快给他写个pre-approval。 然后今天他又来跟我讲,哎呀,这不行啊。 我是觉得,我off了,本来他想off95万到一百万。off了一百万,实际上他不会超过off一百万。 但是呢,大家藏了一堂糊涂。 有人有cash offer,有人有cash offer,他就急得不了一下,就对他的那个,对他的这个pre-approval。 他就说,你是不是有strong enough。 他就急,我还去睡觉,他也是觉得不能。 哎呀,你给我,你给我,给我老公出一份一百万,给我这出一份一百万。 我说为什么你们,我写的是你们两个人啊。 他说,那这样子我们有两个power,两百万。 所以说人家就相信我有这个能力了。 我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子了。 我说我当时写的就是你们两个夫妻两个。 后来他说,哎呀,不行,你给我多写一点。 这样子写的我的power就比较高。 我大概是知道他们,就是以前这个女的不用她的收入的。 基本上都是用老公的收入。 但是他要借那么多钱,实际上两个人的收入都需要。 我要verify他一下。 他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现在就给我写。 就这些,哎呀,就抢,就是抢啊。 这房子就不贴不得了。 我说,你怎么这个房子嘛。 我还有,古本还是Modern啊。 古本还有Modern房子,还有100万房子。 那是家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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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rn现在不得了,Modern长得跟风一样。 是因为Modern有地铁。 因为很多小孩子都在那里。 有几年没开房子。 Modern好像很便宜,可不得了。 原来Modern这个地方,风不是很好的地方, 现在因为有地铁嘛。 就抢了后来,我说,哎呀,哪有这样子的要求。 他说,老太太就想,毫无,就是没有风险的去那个。 我说,老太太不懂,是她的博客。 她博客想,就赶快,怕那个万一带不下来的房子。 我说,你说她的。 不是这个不懂,这个不懂。 这单位从事好多都买房子。 一百万房子以下。 现在他们有个口头语, 你这个一百万房子以下, 在这个市场待两个礼拜, 说明你这房子有big problem。 两个礼拜全广。 而且,我一个单位从事, 美国小孩跟一个中国女孩子结婚, 俩人买房子, 就是bit17次,第17个才买的。 就是16个房子, 他俩都是offer原价,bit, 就全offer。 对啊,其实这个那个, 刚工作的人, 已经买了另一种房子了。 对啊, 对啊, 现在,现在, 现在的非常贵的房子。 而且, 然后我就说, 实际上他们也是一直都在买房子, 都能买这种multi-faring。 便宜的。 我说,我说, 他如果真买, 他不给你这个offer, 不是因为你不strong, 你已经写了, 你可以买100万的。 不是说, 你说你能写200万, 他就能够。 他就不想给你。 我说, 你的生活不是你的房子, 就不是你的房子。 不要, 老买房子有啥好, 他来对了我一句。 这是我的选择, 更有所好。 我就来之前, 他就跟我这样讲。 所以你可见, 就是房子是很多人好。 美国小孩, 他听了专家的意见。 他不听啊, 不听, 不来听, 我们来讲讲听, 原来自己不说也来, 好好算, 以为赚钱了。 以为赚钱, 一定是以为赚钱。 那这样很复杂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房子是不是最好的investment, 他有一个大概的迹象。 比如好多人说, 有个房子啊, 举个例子。 他买了一个房子是30万。 他带了一个款呢, 20万。 然后15年的占款3.25。 然后呢, 他16年以后呢, 卖掉45万。 猛的一看, 觉得也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一个投资。 涨了15万, 对不对? 他是不是lake money了啊, 就是说, 这个东西。 那么他, 比如说这个interest, 15年下来是5万多。 profit tax, 你看就是profit tax, 我们算大概2%左右的profit tax, 加上2%的inflation, 大概会有这样子, 这么多。 包括其他的一些, insurance, association fee maintenance, 这家大概有0.5%, 0.5%吧, 大概有这么多。 总共呢, 成本大概是48万。 但实际上他就卖掉了45万。 如果说当然了, 就是说, 他是作为投资的嘛。 如果你住的话, 等于说, 你还有住的钱, 等于是他是作为投资的。 他这样子一算的话, 你猛的一看, 好像是似乎是赚钱的。 但你仔细算一下, 不见得是赚钱的。 那你这家投资房子, 你应该把那个投资那个软手银卡算去。 对对对对。 就是说, 很多人就说, 我白住了, 还赚钱。 但是这个白住是没有赚钱的东西。 对吧, 没有赚钱。 对吧, 16年如果是, 要是涨到那个, 算是2.5%。 对对对, 就只有, 真正的房子的appreciation, 也就在3%。 好几个地方, 4%左右吧。 对对的, 有些地区, 还不是那么好。 那么, 那我们就想, tax benefit, 他有的, 因为他们好多人说, 房子因为有tax benefit, 他比如说, mortgage interest, 和prop tax, 是比较狗的。 现在新的川普, 这个没改了, 就是, 新的川普, 只能up to 75万的loan, 才能up to 75万的mortgage, 然后这个, profit tax加上, 这些东西加上, 只能在1万之内, 超过1万的也不能很大, 这些东西。 然后呢, 当你卖掉的时候, 你自己住的房子, 单人的话, 25万是可以免税的, 超过joint的话, 是50万可以免税的, 但是自己的private house, private house, 还有一个就是说, 很多人说, private house, 这不是以前是住两年, 就算private house了吗? 那现在已经, 前几年就改掉了, 比如说你五年当中, 你住了两年, 三年是出租的, 但是你只能是, 你cap the gain的40%, 才能是非常多, 并不是, 你等要五年全部住满, 它是proportional要算的, 以前是只要你, 过去的五年当中, 住了两年就可以了, 后来是前几年, 不知道哪一年, 改掉了这个税法, 这个也是, 如果你cap the gain, 是超过50万的话, what happens? 就要给你, pay the tax right away, 可以cap the gain, cap the gain tax that year, 对, 唯一一定要的那部分是这个, 所以说, 实际上我们房子的话是应该, 而且好像是live time, 就是说你这, 只能有一次, 第二个primary,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每一个, 每一个房子, 实际上我们的房子, 像我的房子, 就是consider的卖掉, 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原因, 比如说已经增了快50万了, 如果你再不卖, 那可能就超过50万, 你可能还得卖cap the gain, 等于是你, 你过的时间, 长到一定程度, 你应该把它卖掉了, 不然它涨太多了, 你还得, 像我, 我卖房子,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在think about it, 要把它卖掉, 其实像我的cap the gain, 也接近50万了, 那就想, 请他收手嘛, 啊, 啊, 哈哈, 多了又不要, 对, 你要听到话, 你不是说一直, 如果以前很, 很平的,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再高一点的话, 再那个, 再来一个, 就关个地方长, 那你就cap the gain了, 那怎么办啊, 啊, 那怎么办啊, 赶紧换, 还来得及, 没有办法, 那比如说, 那个超出50万, 那你交税, cap the gain是交超出50万的部分, 超出50万, 我说完一点, 还是没有交税的, 对, 税比多高, 超出50万, 就像一般的老同cap the gain, 二十二十, 二十八, 他那个税比很高,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十, 对, 百分之三十四十, 那是cap the gain, cap the gain, 不是all income, 他那个房子好像很, 不算了, 对, 具体我不清楚, 但是我一个, 应该算是cap the gain, 我一个熟年, 他是, 就是被我们买个小汤做的, 他们在烧他们的话, 就是一年之内, 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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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具体我不清楚, 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 比如说, 你的房子, 比如说, 房子, 比如说, 你要传给你的小孩的话, 假如说, 你在生前的时候, 传给你的孩子, 比如说, 我当时是买了三十万, 是吧, 现在被他六十万了, 那你如果是卖给你的孩子, 那么, 你要是卖给他六十万, 他的基数就是六十万, 以后他再涨, 比如涨到八十万, 那他只付那个二十万的gain, 如果你还是卖给他是三十万的话, 他的基数就是三十万, 以后涨到一百万, 他要付七十万的gain, 就是说, 这个如果能够的, 就是说, 当你活着的时候, 传给你的孩子的话, 那就是, 你哪怕去卖便宜, 比如说三十万, 现在涨六十万, 你说我卖给我孩子二十万, 或者十万, 你的小孩, 你的小孩就等于是, 要从十万开始计数去, 计数上面去, 这样子等于说, 他要从他的cost, 基数开始算起, 那么, 如果说你活着, 所以说, 好多人就说, 你活着的时候不给孩子呢, 那他如果说他的财产, 房产的话, 他就, 比如说我现在是三十万, 到六十万来, 我这个时候, 假如说这个人死掉了以后, 他的孩子继承这个房产, 他就step up, 他的基数就从六十万开始, 这个也是一个好处, 所以他会有praise,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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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 他就是小孩, 就step up了, 就是, 他, 就是毙掉了他的gain, 这是他的一个好处, 但同时呢, 你说很多孩子是不愿意用房子的, 而且很多人都不在本地, 一般就是ask and sale, 就是, 如果房子好还可以, 如果房子不好的话, 那反正就是卖的, 就是很, 就是很, 很不论的, 嗯, 不会没有走来不在乎, 嗯, 这个也是, 就是说好处的话, 是, 是这几个好处, 那么, 那, 讲到mortgage, 那么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应该付很多的当分本, 有中国人, 很多人都是, 喜欢早点把mortgage付掉, 不要欠债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是应该做fixed and arm, 30年, 是15年的, 是不是平时有点钱, 或者拿了一笔奖金啊, 或者什么东西, 是不是应该把钱, 填到那个principal里面去, 嗯, 我想这个东西, 是short应该很有, 很有, 很有, 很有那个, sort, 当初, short他们家的房子就很, 很少了, 大概19万多, 对不对? 嗯, 而且还想要有点钱, 赶快把它付掉, 然后当, 在我们这边学过了以后, 他不仅没有付掉, 还, 都借出来50万, 对吧? 后面有个例子, 借入50万以后, 就是把钱起, 起一个作用, 然后多少, 20年以后, 就会是去, 大概差出来, 大概100万左右, 这样子去的, 实际上就是, 把钱操作一下, 就挣钱了, 这叫leverage, leverage, leverage money,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 比如说有一个30万的loan, 如果15年的话, 假如说13.25, 30年的话3.75, 按照这个, 他也做的就是, 所谓的hybrid, 我解释一下, 就是说, 虽然是在照30年做, 但是呢, 我按照15年的那个, payment的付, 就是多付一点, 好吗? 然后我们看这30年的loan, 你看, 3.75的话, 30年算出来的话, 是每个月1389块钱, 一个月要付360个月, 那么360个月呢, 它的total interest, 你这个乘以360, 减掉这个, 就是它的interest, 总共的interest是20万, 对吧? 那我们算15年, 那算一下, 那一般中国人, 像我早期做毛巾的时候, 有大部分的中国人, 是做了15年, 因为很简单, 这个数学一算, 这个, 是2108块, 刚刚1389, 对不对? 它的, 它180个月, 这个, 这个乘180, 减掉这个, interest刚刚是20万, 这个是79, 这个太简单的数学了, 这个小学的数学一算, 人人都选择这个东西, 对吧? 都是, 肯定是选择这个, 那么, 好, 所以大多数中国人, 都不是选择这个的, 因为, 它觉得, 这里又相对一批, 然后呢, 付得快的话, interest少, 这小学生数学, 都能算出来的, 结论就是说, 15年更好了, 对吧? 那, 我们来看一下, 30年, 什么叫hybrid呢? 就比如说, 刚刚我们算了, 就说, 15年和30年, 大概差719块钱, 也就是说, 你optional就是, 虽然我按照30年, 做mortgage, 但是呢, 我可以呢, 每个月呢, 付, 多付719, 按照15年的payment来付, 这个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呢? 就是说, 当你做成mortgage的时候, 一般来讲, 你不是能轻易坏的, 当然说, 你工作都有的时候, 利率好的时候, 往下掉的时候, 你还可以做refinance, 如果你利率往上升了, 你想做refinance, 利率变高了, 肯定不好,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你丢掉工作的时候, 你就不能做refinance了, 那比如说, 很多人, 做, 做, 开始做的时候, 做成15年, 那15年和30年, 如果对一个比较, 家里面不是那么宽育的人的话, 突然一个月, 多出七八百块块钱, 是蛮多的一个, 就是他没有选择, 他如果做成15年的话, 他每个月必须要付2000多, 而他做成30年的话, 那么他就是有, 比较有cush, 我可以付, 我可以付按照他的1389, 我也可以按照15年的方法去付, 每个月多付719, 也就是说, 我可以选择性的多付, 按照15年的pace来付, 那么, 如果一旦发生may-off, 有一个人发生may-off的话, 我这个就不需要extra了, 我就容易把自己的, 实际上是cash flow, 让你的cash flow比较smooth, 你没有太大的obligation, 给他自由, 给一些自由, 这个实际上, 我开始的时候, 就经常建议很多人这么做的, 他现在3.75啊, 比他3.25高, 对,3.25高嘛, 高0.5台, 高0.5台, 太难受了, 实际上,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那利率差0.25,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的东西, 就是这个心理上的, 那他可不可以选择, 还有一个停住几个月, 比如说他lay off, 等月天, 那不是怎么可以, 那不是怎么可以, 那绝对是, 那后来一样不休暇, 一个月都不行, 一个月都不行, 我就讲他前面多付了这么多的, 那不行, 那不行, 你必须, 所以说为什么15年, 或30年的, 实际上很多人, 你如果两个人收入不是那么高, 甚至有一个人收入比较高, 一个人收入不高, 万一高工资的人lay off了以后, 你的cash flow, 你又没有足够的存款的话, 你真的是, 这种option是, 做成15年是非常, 就是使得, 使得你的, 有的时候实在不行的话, 只好卖房子啦, 对啊, 所以说实际上是, 我是建议当初就是很多人说, 即便你现在比较觉得两个人工作, 15年是比较宽裕的, 你也稍微有点宽裕, 但是你要, 你要想到最worst case, 万一一个人没有工作的情况, 当然如果说, 他本身那个贷款就很少, 两个人有很多的工作, 一个人都能承担的, 那你做15年也说得过去, 但是很多家庭实际上是很, 很紧巴巴的, 他还非要做15年, 可以买大房子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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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种, 一算这个interest, 就刚刚就是, 一算这个interest不合算, 但实际上这是个杠杆原理, 等我我回来看一下吧, 比如说这个, 他每个月, 刚刚是, 差15年和30年是差719, 那么, 本身呢, 719呢, 就是说按照每个月多付, 最早的时候, 我没有那个excel sheet的时候, 我就是把这个, in multi-calculator里面, 我也是把那个excel sheet算进去, 然后, 有的人还跟我, 就是比如说, 我现在已经过了半年了, 威力价了0.25, 我是应该refinance, 不理refinance, 很多人都来, 我整天又跟他们算这个账, 因为, 他一算, 比如说, 360个月, 他现在又重新算, 算起来的话, 后面要多交6个月嘛, 然后总的算起来以后呢, 或者是说, 过了一年以后, 哎呀, 好像, 你就是还需要更多哈, 实际上是这个, 不是这么算的, 因为, 你还得, 对, 不是那么算, 真正的计算的话, 等于说, 你立立降下来, 比如说, 你一个loan, 你降下来, 如果0.25, 或0.37, 我说每个月多了, 就是少了100块钱, 你等于是, 你就是说按照, 还是按照原来的付法, 多付100块钱, 你是跟原先比, 是哪个先结束, 我经常帮他们算这个东西, 哪个先结束, 比如说, 本来是360个月的, 已经付了半年了, 应该是354个月, 对不对啊, 那如果说, 降低了利率以后, 比如减掉100块, 还是减掉120块, 那我把120块不动, 我就是说, 我按照同样的, 我还是按照现在的交法去做, 每个月多交120块钱, 我就会算到, 正好, 你可以输进去的, 正好算到, 比如说, 还找一个月, 或者找两个月, 那个付掉, 实际上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 也不是, 最终的是, 你率率降低了以后, 你reduce your monthly cash flow, 中国人不是这样算的, 美国人他说, 我主要是, 一个月少交一点, 他就愿意做, 而中国人要算, 我虽然早交了, 但最终我还交了多少钱, 要这么算的, 你知道吗, 很复杂, 很复杂, 他们没有把那些, 杠杆的原理啊, 和一些, 他们基本上, 用的是简单的数学, 没有把那个, 小学数学, 小学数学, 没有用打高中数学, 没有用高中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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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就是说, 只要每日, 每日, 没指下去就行, 我现在要easy, 比如说他们上学贷款, 我说, I don't care, I am low, 对, 他就发生了, 他漏, 他每个人, 他现在, 活在当下, 我这个, 活在当下, 我现在, obligation少, 我就开心, 是这样子的, 中国人不是, 两个都要赚, 两个都要赚, 只要我能漏上就行, 那就不管, 那, 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呢, 就每个月那样子的话, 刚刚是一百, 一百八十个月付完, 他这边也就是多了九个月, 一百九, 那利息呢就, 刚刚是七万九千吧, 这是九万七, 就多了大概, 两万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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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么,这样子尽管, 多了一百八, 但是你想, over, 十几年, 十五年, 但是你给你自己, 有, 很多的 option, 那一步到这种情况, 像这个东西, 轻松了很多, 心理上, 就没有压力了, 就紧张, 对对对对, 像对一些, 所有不是很高的, 我一直是建议他们这样, 但是有的人不听你的嘛, 他就还是论多的, 他很多人都不听, 他很多人都不听, 哈哈哈哈 他们就有小学生, 那种的演习, 你什么地方都能够, 你私人啊, 对对对, 双微能够, 双微能够存在一点的, 都能够失误。 小青是不是那什么, 太晚了啊, 你学的也太晚了, 哈哈哈哈, 我现在就会使劲都付, 每个月都多付多付, 和我们同时竞争着, 我这个月多付多付, 你怎么现在学完, 学完, 还不足够, 好, 你看这就是, 你都学完, 你学了这个还要多付吗? 絕對不會舒服,而且是改成30年的 對呀,你知道馬克學完這個東西,第一個 就是馬克,我們CEO,他第一件事情就把他房子去refinance 從15年變成30年,第一件事情就學懂了這個,馬上就去做 他當時就找了我的助手,找了我的助手去做 做完了以後他就想發展我的助手 是他第一個或者第二個recute的人,然後心裡面就很想recute我 但是沒敢recute我,但是過了十年以後 我最終還是在他的team裡面,這就是封鎖輪輪轉了多少圈 我還在他轉面,你知道嗎,當時就很想recute我 但是我的助手當時就給他recute了,那個時候比較早 他們要2003年吧,是要考secure license 我那時候的助手英文不是很好,現在也在做貓鬼家 他英文不是很好,他secure license考過 考過,後來他一直沒拿到license 現在呢,我叫他去考life,他都不可能考了 那個時候security都沒考過 這叫傷透心了,是不是 啊,嗯,security比較難考嘛,他那個,當時沒考過 他那個,當時沒考過,後來呢 現在不用了嘛,現在不用再做這個 現在不用了,對呀,我鼓勵他去考life license 懶嘛,有的人就是很懶 而且是不是那次,因為那個沒過也傷了心了 他就是,他那個mortgage license都考了四五次 最終後來考下來了,那也是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比較 這個呢就是,less interest,看上去很好 這個呢,但是呢,more obligation,less interest 這個呢,less obligation,more interest,對吧 那你這個呢,hybrid呢,你balance the obligation interest 你等於是,也就是每個月呢,most more on interest for maximum flexibility,你開始說 就是這樣平均下來,也就是每個月多了95塊錢的interest 就是帶著給你很多的choice 實際上,mortgage的設置來講 好,那我們來看,這是值得的,你做出來的錢 就是不投資,我們是指這個多出來的錢 你揮霍掉或者不投資的情況下 但如果說這樣子的情況,比如說剛剛我們講的 一個是2108,一個是1389 那每個月不是多出719嗎 那我們如果說,把這個719呢,放在一個 那個equity market裡面 equity market,我們有,實際上我當初 真正投入到這個上面來,就是這個 兩兄弟的信證,幫我說服了 所以我一直要說明的一個事情 簡單的就是在一個數學的模型下就說服了 就用歷史的數據,你可以任何 我們可以把這個調出來 任何一個,任選一年,倒推30年 如果你在30年前選擇是30年和15年的區別 我們都能看出來,也就是說它什麼意思呢 15年和30年不是有個gap嗎 每個月的priment 把那個gap呢,我把這個gap的錢呢 同樣的,我投到那個S&P 500裡面 那S&P 500有增有減,是吧 那麼,實際上長期下來的S&P發貨 都是在8%到12%之間的 所以平均下來大概在10%左右的 所以10%左右,就算我們平時按照8%來算好 而剩下這個8%,還是長期的平均回報是8%的話 那你就想很簡單,那我們把這個錢放在一個長期 在8%的裡面,而我們的利息是多少 那利息才3點多,加上mortgage interest 以前都有deduct,那可能我們的成本只有3%不到 對不對,那你實際上這個東西不用算 就是,你用3%的成本去增出來8%的利息嘛 就是你把這部分錢投到這樣子的equity market裡面去 對吧,那麼這30年下來呢 15年下來就多出25萬3了 30年下來就多出30幾萬了 實際上就是這個錢挪一個地方 因為你想想,你所有的錢放進去 或者是當平門的多,或者是配的快 配的時間短,也就是你把錢放在那個房子裡面 一個房子跟裡面的mortgage 你放的當平門的多與少,和你的時間長與短 房子該漲還是漲 那裡面的東西那個錢,你如果是可以付20%的 你付了50% 比如說100萬的房子 你可以借80萬,你不要借50萬的話 那30萬,那30萬是什麼 30萬在裡面是零的產出 這30萬沒有賺一分錢 而房子該漲是漲,100萬漲到200萬,它還是200萬 你mortgage跟這個房子漲是沒有關係的 當你賣掉的時候,就房子賣掉 把你的mortgage付掉 但是你放進去的on payment 那個錢是零 零的那個,如果是15年的話 你每個月多出來,比如說1000塊也好 多少也好,多付的錢也是零 零的增值 零的增值 沒有任何的增值 零 零 零 就是從你自己角度講 你付的月快那部分 其實你是幫毛閨局公司 他把錢就放在這裡 幫他們掙錢 對,毛閨局公司像銀行 他是怎麼掙錢 他就是把這個錢拿過來以後 他去投資 他借給你 他投資出來 最喜歡是你的double 一般像 credit card都是百分之十幾 或者至少他把那個錢再給別人 又掙了百分之3.75% 對呀,那至少的嘛 這個東西 你就是用 很簡單就是 你用低利率 我問你借錢 我來後我去賺錢 但是這麼簡單的東西 我們有多少 就可以一樣對吧 但是我們有多少的人 實際上數學都挺好的 但是這邊就沒算明白 這邊就沒算明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 40萬的情況 40萬的情況的話 他借 40萬的倫 剛剛是30萬的倫 他就差別會更大 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同樣的 是一個錢 但是你把這個錢的difference 你不是找付掉 而是把這個錢去投資 但好多人 你跟他講 你說你少放點當payment 或者是你少 你沒有付得 不要付得那麼快 他第一個反應他會告訴你 就我貸款的時候 很多人他就說 哦 那我又不會投資 他肯定是說 我投資萬一 我投股票 就這錢虧了 我本來是 我付50%的話 50萬付掉了 那20% 20萬付掉 那30萬 如果他投得不好 投股票真的虧掉 是可能的 那大多數人 就會用這句話賭你的 就說 我這個我不會投資啊 我這個錢 只能放在銀行裡面 那銀行裡面1% 那你借出3% 你增出1% 1都不到吧 那肯定是不合算的 那你說 如果是投股票 我投虧了 也是不合算的 那大多數人就是這樣講 實際上呢 你要長期來講 你就定投 就比如說像這個 每個月959 你只是定投的話 絕對是 萬不一失 因為這個equity market 永遠是在漲的 你每個月定投 你也不是要去取一個 你說定投在 那個index上 對 定投在index上 永遠肯定 因為長期來講 肯定是 對 15年吧 至少15年 因為interest 它的mortgage interest 和它的equity market 你如果interest低的話 總歸是跟equity market有關係 如果有人說 如果equity market很差的話 那這個mortgage也不會 也就更差 反正都是相應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這個 所以最重要的是這個 the market的8% the difference between 8%和它的費 對 主要是那個delta 對 賺那個錢的 對 如果那個差的 如果以後 interest高的話 現在不是4點多 如果interest高的話 他的 如果interest到6到7的話 那支是怎麼做 對 in general speaking 當位置高的話 肯定是也特別好 那就是百分之幾的 都會有 historic 都會有的表現 對 很少會那個 師傅 你想說 你反正知道 15年 30年的話 on average 一般都是百分之十 什麼的 你去看一下 嗯 就是equity market 對 好的時候 對 所以就是說 但是以後的interest 以前的interest 百分之七 百分之八都是 oh 那那是八十年代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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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百分之三十多 那時候 對 那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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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市百分之三十多 哦 那時候 那時候 房子也便宜 嗯 利息高 房子也便宜 沒有沒有沒有 八十年代的時候 什麼呀 貴的呢 八十年的便宜 有隔壁老頭 八十年代買房子 四萬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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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九現在房子 一個命令 八 你說 八五年買 現在房子四萬 都被交稅了 現在百分之三十 他買的是百分之十一 但是貸款的利息是百分之十一 對 當初是利息十一 可能房子四萬九 我二零零一 二零零一年 我剛進去做貸款的時候 當初是 九一一之前 利息是百分之八點幾 然後 九一一 我改做貸款 兩個星期以後 就發生九一一了 所以我是天使地利人和 九一一發生 後面三個月 那個利息從百分之八點幾 降了兩個百分之六 降到六 就是在年底之前 就是2001年年底之前 一下子就是三個月 九月份到年底 那個三個月 開了對協會 refinance 對 你想那個時候 2001年 最厲害的那一年 是2003年 refinance 當到最高 實際上 一波一波 有的人一年做了三次也有 就是一直在這樣 對吧 我這個 這個可以 back paste 我這個可以 我這個可以 把那個掉下來看一下 把那個 讓我喜歡的那個 我喜歡看一下 true brother 這個東西是 寶貝的 好 好 好 你看 這個 這個是個什麼例子 我開場喔 它是一百萬的房子 Big document的 因為我最近才發生這個 它開始就要付50萬的 document 我說你不需要付50萬 你怎麼樣付30萬就足夠了 我說你25%就可以 他說至少我要付30萬 但是他還想要付50萬你知道嗎 那我就跟他做了這樣子一個sheet給他看 我說你比如說 如果說Big document的話 它每個月 而且它要做成15年 它意思說我付了Big document 我們take 15年的loan 這樣子的話 等於是他的payment大概是3636 但是這個呢 是 我看一下是這個 只付30年當payment 它總共手上有50萬 對吧 那麼他留下20萬去投資了 對吧 那麼這個monthly payment呢 是3444 現在他這比他還多了193塊錢 對吧 那麼193塊錢 但是呢 他因為一開始他就兜出20萬 本來這個20萬的意思就放到 當費目裡面是零的產足 對吧 他現在呢 就是20萬呢 就可以放到 假如說是倒退從2016年 倒退30年 1987年他買這個房子的話 我們用1987年 任何S&P 500 所有的real number 來算 那麼他開始的話 instead of 20萬放在那個裡面是零號 那現在就20萬 他就跟著市場的波動上 up and down 對不對 而且呢 每個月呢 他這邊的brother是15年的 很沉重 這個是開心的brother 他就是把錢去生錢了 那麼每個月呢 是190 因為up to apple吧 193塊錢呢 我還投在這個裡面 每年都投 那麼比如說到15年呢 是15年以後 15年以後 他這個value已經有1.467 的million了 他的investment return 已經有1.467 的million了 那麼 因為他是30年的 所以他的利息比較多 這個利息15年的利息只有5萬多 他的利息那麼多 一利息多的話 那個時候 利息全部都可以tax pay double 所以他的tax saving呢 也多一點 所以說他的tax saving多一點 這個東西 假如說 在這個15年的時候 他這個人說 哎呀 我很高興啊 你看 我都無債一生親了 如果把這個房子賣掉的話 或者說 那個 他沒有mortgage的 雖然是沒有mortgage的 他這邊還有多少mortgage 就是這樣 還有45萬7的mortgage 對不對 但是 如果我們說這個時候 他把他mortgage全付掉 那就是 我這個投資帳號裡面 還有一百四十幾萬 付掉mortgage 加上這個tax的difference 我還是多出一個million 就instead of當初20萬放進去 又做一個15年的mortgage 和我只放30萬做個30年的mortgage 15年以後的區域是1.08個million 看懂了嗎 這個 對呀 就是一關卡門的日 你挑的時間1987到201 1990到2000 那是最bull market 那是最高的 都是好的 因為15年足夠長 對 就夠長 對 對 那如果說 那如果說 那不很簡單嗎 我就是把一個錢放在旁邊 你不投資放在裡面0 對不對 我就放在旁邊 我不管是股市跌也好 漲也好 就放在哪 等於是就是 你什麼都不管 你眼睛一閉 實際上現在就是 你不會投啊 你就眼睛一閉放在index 定投就行了 就是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他繼續就從這個投資帳號裡面 他說 我現在 現在我不要out pocket from my salary了 你還要付 他說我也可以 給我out pocket from my salary 我從這個投資帳號 這個投資帳號 本身就是我賺來的 你當初要付到貓國際裡面 這是我放在旁邊的一個 就是用錢生錢 賺出來的一個東西 那麼 他再去付了15年的3434 之後 這樣後面15年 跌倒是多少 這個人 因為這個人等於是 就是沒什麼投了嘛 他也沒有投 我們是一樣的 我們是Apple to Apple 比如說他另外有錢去投 那他也另外有錢 我們只是說 mog is this 那這樣子30年以後 是4.8個minute的difference 我給那個人一看 看完了以後說 不能放這個東西 我就把它 就一張圖 我就把它說服了嘛 就把它說服 那我們就 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說好奇 因為我們是從2016年有的數據 開始倒退30年 那我們從 隨便 許個例子 比如說 用少最喜歡 2000年 2000年沒有30年的那個 2000年倒退就是30年就是 1970年 沒有 從18年倒退30年 沒有 他從2016年開始 沒有 現在只有2016年數據 I think the problem is how we go to the 90s 90s is pretty unusual market 沒有 不用拿底 不要拿底 但是我們基本上也都是 不要拿底 你30年 你30年 你現在2016 你一定要減掉 28年 28年 大沙跳 大沙跳 那就是 開始的28的話 1928 對 開始 他有1928嗎 應該有 我記得是29開始 有 這57年 那就是資本人的問題 這是全部那個 全部只有從速度的 他全是用那個大陸的下來 你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什麼情況 負的 負的 這個是負的 15年是負的 30年還是怎樣 大小小的時候 這是最壞的 那10年了 大小小的這個時候 30年以後 賺的是30多萬 30多萬 對 那個是最壞的 那個時候30多萬 現在的時間多了 那不是我們再折衷一下 比如19 那時候房子不說 是什麼樣的 1950年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1970年 1950年 1950年 你看15年 1.68個變臉 這是3.8個變臉 都是很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1970年看看 你們看 這邊是39萬4 這邊是7 7個變臉 哇 哦,就是说你这个诺诺哪一个诺诺 它是dynamic的 因为1970年就到1990年 90到2000是最后最后的诺诺 所以说可能因为那一年 你如果是30年的话 基本上95%甚至是99% 基本上全部都是赚的 对吧 实际上这些诺诺还有一种 我们怎么这个表怎么用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 还有很多人就说100万 简单就是说 当兵们的就是换一个set 就是20万 对吧 然后呢,这边呢 就是这里的当兵们的也就是20万 这也是20万 没有什么invest 就是我们就是没有 就是纯粹的15年和30年的比较 就没有 这个100万的付了20cent 然后这15年呢,3.75 这个是4.25 讲的时候 那么 他付20万,他也付20万 也就没有action invest 就是当兵们的,他已经 比如说我当兵们的已经说服他了 不要多付当兵们的 但是还说服不了 一定要付15年的人,有些人 对吧 那我们来看 这个是随便 他每个月的obligation差1882 对不对 1882是deathless 那么我们呢,用这个1882呢 每个月,反正 你要是做15年就是这个付到毛股锡里面 不涨钱 那我不放进去多出这个钱 多出这个钱你不能把它花掉了 你也不能 因为同样的钱嘛 你本身就放到毛股锡里面 你也不能花的 你也不能说放到银行里面 那放到银行里面也不make sense 那每一次就放到这个里面去投 那我们来看一下 15年以后是多少 这就是刚才你最早画的那个图的那个 对对对 像基本上就是 那这个就15年以后 32万7的difference 哦,这个也是 7年几个million 对不对 我们找一个差一点的 28年吧 再来28年 最差了 自己28 也会赚的 因为30年可能会赚的 这个是差了 差了5万 15年那个都特别不好 30年以后1.3个million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东西是非常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你这边这个 spread sheet的那个表说 就是按照 你看里面有20万 20万先投入 那还说那个monthly 每个月投 20万是当payment 20万发哪了 发没发 没发没发 就是当payment的全是一样的 就是说 刚刚那个呢 他当初给我两个choice 他说我都付了一点钱 我只会交的快 交了15年来到 哦,这个又改 就是一样的 跟党匹们的一样 但是有的人是 你跟他党匹们的一样 说说服他了 你说你这个钱和医生钱 他还是说 我需要15年 你怎么样去说话 就是刚刚那个 我需要先评论的 我只知道 another thing 我没有想到 我只会想到 你这是invested in index market 对不对 但是 the index market return 你自己的invest的话 是 cash invest的话 每年都税 都会差 有一定的,肯定是税的因素,它還有一點税的因素, 但是怎麼樣都是賺的,就是用成就生錢嘛。 剛剛我們的這個,你看這個30年以後就是, 就是差一點三個別人,就是基本上怎麼算。 另外就是說,在這裏能夠休息嗎? 我相信有0.5% interest,對不對?30.75%。 平常是15.75%。 0.5%到0.75%吧。 平常你市場的return,高於它,都是有的。 對,對,對,對。 是一樣的嗎? 你這個變成的,這個不是也極了。 哦哦哦,那等於是這個吧。 那你可以,隨著財高,幾乎interest rate高的話,股市也會高的。 對,你要是在那個interest的時期的話,那股市是二、三十啊。 長期下來也有這樣子的,就不一定,尤其是在低利率的時候更要不要去付那個拿配備。 你不要去付那個拿配備。 對,對,對。 就是像我們,自從我做財高級以後,那麼都已經快十八、十七年了嘛。 十七年多了嘛。 全部是批利率時代。 第一個時候你還考慮得去做15年,還考慮得去付當配備的那麼多。 你說我作為多少的家裡面人的,都把財高全部完了。 好多的投資。 那就是投資才行,要不投資。 他們投嘛,就是投嘛。 我現在教在這裡,你就是要把錢生錢啊,講來講去是什麼。 你說太晚了。 現在他再要去投,沒地方做。 可以投啊。 怎麼會沒地方。 啊,有愛好啊。 下一個我們來。 什麼更好的地方。 好。 對啊。 因為你下禮拜一定要吧。 那就告訴你。 二十八年了。 那很多人就說,哎呀,這個。 那個。 剛剛我們講的投資。 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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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如果說很高的話 那麼就有點那個 那麼就是Venza的 Interest 剛剛是算了因為是第一年是 差了719塊錢是等於是12年大概是 8628嘛 對吧 就每年你如果每年這個錢投進去 投了15年 然後呢每次 withdraw 就是後面他是把用他的投資的錢去付他的 付他的mortgage 這樣算出來 這個從1983年到2012年 他有剛剛是沒有算那個tax 這些把tax算進去了 就是如果你沒有trade的話 Market value 這個是後面的15年 就是付他的那個以前 就是剛剛那個每個月的15年 15年的那個payment 30年的那個payment tax payment 就是把tax也放進去 那這個你看他15年以後 他的market value是48萬2 嘛 要多出48萬2 然後到30年以後還是48萬7 那我們來看如果說我們用RUL呢 那裡面不是還有已經付了稅啊什麼啊 就是不trade的情況下 如果RUL每年他不是多出719 就是每年8千628嘛 那我就前面就買了一個 比如說他現在是 tax value的我估計是 是30萬的一個RUL 而是increased的RUL 那這15年投下來以後 他的tax value有21萬 同時還有一個30萬的保險 對吧 他是 50萬的保險 這個就是increased嘛 就加起來嘛 就30萬加上 這個時候到50歲 如果他是一個30多歲的話 到55年以後 他50歲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50萬的保險了 對吧 他還有多出來 不僅有個保險 他還有現金值有21萬5千 那後面繼續用他這個東西 也是從RUL裡面去付他的mortgage RUL的好處是什麼 他肯定保證不跌嘛 他有保底的 是吧 那這樣子的話 他到最後還有一個 多出來一個26萬 同時 這30年當中 都有一個保險 而且到30年的時候 還有一個保險額是 56萬 就是這個保險是免費的 是不是保險是免費的 對 理解我們會問一個題外話 他為什麼不用withdraw的方式 先要拿那種弄的方式 把他條件取出來 你說哪個 取錢的時候不是有withdraw 不main 那要取錢呢 一個叫text 那個 條件提醒 十年以後 拿用withdraw 一般都是 這個ità 比较 consistent 他就用弄 用弄的情况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用弄的情况 一般来讲就是说 当你决定 再也不会放钱了 比如说你67岁了 你准备作为你退休的 你可以做私教 私教到把你的本籍权拿掉以后 可以做弄 但是在年轻就是说 你还没有到 结婚的 还没到退休的时候 你还是以弄比较好 为什么呢 你保不定 你这个钱囊 原来是这么大的 你弄的形式拿出来 是临时的 这个钱囊的size 不会缩小 它不会引进到你的cash value的 你用弄的话 你的钱贷 的钱贷不会缩小 你比如说你已经有20万 quota 你可以把弄再配回去 不能再放回去了 你这就不能再放回去了 你就把它size减小了 你比如说你在50岁的时候 你孩子长大了 要上学 你弄出来20万对不对 你弄出来20万 你小孩上完学了以后 你突然那个时候 已经有所成就了 55岁了 突然有个房子 投资房或者什么 卖掉了 你又多出来20万 你这个roll是一个窟窿出来了 你把这个20万一下填进去 满上去享受 那个时候已经10年以后了 它的cost只有1%左右 那如果market如果是8%到9%的话 那你的每次就是7到8% 其实这问题就是上个星期六 他们在那里讲的时候 我说用loan出来出来好 他们为什么要用withdraw 然后那帮人就说 withdraw就没有interest 我说loan也是 我是loan也没有 然后那帮人还给我教育了半天 把我给打梦了就 他们说是要withdraw 先withdraw再loan 是这样子 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不把存放起来的 你是应该先withdraw再loan 但是你看他那人 51岁开始loan的 你那个房子downsize化 那笔钱往哪存 所以你还可以存到这个里面去 很多人就是 但是我要退休的时候 也有可能那时候 我要downsize房子 不是还是有房子 有房子 那个之前你肯定应该是loan的 否则那个时候你可能想再去申请 我的时候 即使我退休了以后 我的房子还要downsize化 那你就也应该loan 你要predict 你比如说你到70岁 你说我把自己房子 现在是一个没两房子 我不要住这么大的房子了 我可能卖掉了 那这个时候 就又出来跟我说 我怎么办 你如果预见后面还有一大笔钱的话 你当然就是loan的形式了 你自己知道 对呀 用开问的方式 我肯定去租房子住来了 对 那就更远去loan了 我还可以再搞定 withdraw和loan之间的 这个根本上的区别 你说withdraw的话 就把你的盘子缩小了 但我买的是50万的死亡赔偿金的保险 那还是50万的大口袋 口袋 口袋 你withdraw出来了以后 你不能再放回去 纯定一个不能再放回去 但是loan可以再放回去 对呀 对 不主要是说 你自己借你自己的钱嘛 你会下来 也跌下来 对不对 所以你会reduce you're reducing your death benefit or you withdraw的话 会reduce death benefit 对 对 哦 这我就明白 我不知道还有这个事 对 那是早考 弄也会 下几次没考过 是有用的 弄是可以review它的 你以为实际上就很难去review了 不能再review 哦 因为实际上就减少了你的bis benefit 对 对 都会减少 如果你的投资太risk了 你到60岁的时候 你这种投资太risk了 这个就是一个sif 那可不可以这样说 我认识是correct 就是说你withdraw的话 你的death benefit也跌下来 对不对 你下来 永远不能再上去了 对 如果loan的话 也照样跌下来 但是你 你如果还钱的时候 他就会上去 对对对 你们说这个death benefit也跌下来 只是说在increase的这个基础上 你的cassified也跌下来了吧 你的最originality的 Face amount也会跌 对对 Face amount是固定的 你买的Face amount是固定的 对对对 当你review 但是你的death benefit 我有问题 you take the topic after this talk 那个是很复杂 你来看illustration 你来看这个 你看 这是IAL IAL 所以你 basically you earn the death benefit 对不对 五十六万 然后有些cashout 二十六万 Go back to the Vanguard Let me see 这是48万 哦 48万 所以 这是specific 对对 这个Vanguard的话 其实是1990年 也不是很好 对 可以赚出来48万 IAL 没有赚 就是IAL 要付税的 但是你这个都是 本来你从来都没有付 没有卖过 没有trade 你要继续trade的话 你还能付税嘛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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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万 二十 financial 你確實還得付稅吧,它就是每一年從來沒有任何稅的,但你最後一次trade,你還是得付稅,你哪怕就用一次trade,你trade評論越高,那這個損失就越大了,後面那是Paxman 這是一個比較肯定性的環境,因為這是1990年,但是你去過90年,算了,對 這不是Early Years,對嗎? 對,這是Early Years,就是我們就,就是Average的IoL來算 好,那麼Real Estate Investment那個,我們來看一下Returing Real Estate Investment,所以說現在是不是一個很好的時期買投資嗎? 好,實際上呢,好多人覺得這是Real Estate Investment,其實更像是一個Business,是一份Job,實際上 因為,你要弄個房子的話很麻煩的嘛,非常非常麻煩的 我還是Honey Honey is the one working on it in the app 我告訴你,她是不是 我很想講的,她是Job 我才會講,妳也不會講,我不是Job 她是Job 她是Job 你現在是創造小肯定性的 包括負責政府弄得低職業 主要的類人 實際上真正的投資的話 比如說我們看一下 一般就有兩種貿易投資的方法 一個就是short-term return short-term return肯定是volatile 長期的 return 實際上是platoon 就是很平穩的房間 所以說short-term的就是前面的波動很厲害 但後面長期的話就是比較 長期的入位投資的話 你就看出來它的 return 基本上是在 3%到4左右 所以上面是market 是housing price 上面是indicator housing price 長期的upend到upend到比較多 然後時間長了以後 基本上是 就看一些 average actual return肯定是波動型的 但是average return 他不是講的好什麼 他講的是in general in general appreciation 就是房市的價格 那這個0%是什麼意思 0%可能在這裡 下個graph 你的central 0% 就是這個東西可能有增長 有增流長 有增流長 這是短期的 但是你長期都是有點增 但是也不會那個 也就在3到4左右 那是3到4 那是3到4 大概在 你看下面有個 你看 轉期10年 轉期10年 10年 10年 也可以9 9 9 30年 這個是4.9 短期的話 有的時候好的話 長得比較高 比如說最近幾年 房市就很好了 對吧 但是你要是 給他一個20 30年 它就沒那麼高 嗯 那麼基本上呢 這種shortened return呢 是屬於說 Hunter mentality 也就是說 像一個獵人一樣的 你要有一雙獵人的眼睛 你得找準時機 找好地方 也許你會 就像你跟這個東西 就跟你找股票差不多的 你如果找到一個好的股票 你在它的低點進 實際上可能比房子賺的更快 嗯 那個 很多人說 哎呀我這個房子賺了多少 但你要想想看 你如果當時 買到一個好的股票的話 那可能算了 你找到一個安裝 對對對 你找到一個百分之四百的 對 but not a lot 但是那個長期的return呢 它是就是 像是pharma的metality 那麼很多人喜歡買房子 他 也就是說我這個 我是有一個 就像一個 cash machine 長期的話 我以後 他們好多買房子的人 是有這種metality的 就說 我以後退休了以後 不是沒有錢了嗎 但是我有個房子在那兒 我就馬上就有個cash 呃 直接 就每個月就收租金嘛 我這樣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但實際上你 INL到後面 也就是個cash machine 就是個house 就是個house 就是一個visual的house 但是 你得有至少有十年十五年以上的incubation 就像一個 你得有 根據你預期 不能一下子進去 你就開始去取錢了 對吧 好 那 那這邊有一些 就比如說 A的asset Equity debit 那麼實際上 你像asset等意思 它的equity 就是你房子價值實際上 就是你的 呃 债利 加上那個裡面的equity 對不對 return 數字一算 算下來 return 除以equity return on asset per year return on equity per year 到最後是 你會發現這個數學算出來是 時間 隨著 這類我就不講太多了 等於是return 叫I equity 等於 debit除以equity 乘以return on asset 也就是說 實際上 隨著時間的增長 這個意思 這些數學的 推特的意思是什麼呢 實際上 時間越長 它的return越低 就房子的時間的越長啊 你要是很快的flip 它的return是會高的 應該說return rate 越低的吧 對 對 因為你的app的 越來越多 對 你的前期是那個 效率並不高 對 時間越長實際上 就是說比如說 歷史上 基本上10到10年一個cycle 基本上10到10年 就房事啊 10到10年 如果說你在 大概10到10年一個cycle 大概10到10年一個cycle 10到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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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到15年左右 10到15年左右 基本上 10到15年一個cycle 10到15年一個cycle 就是說如果說你在很低的時候進去了 假如說我在 比如說我是在2011年最低的時候進去了 最好的 那我現在08年 我現在一直出來 可能是最好的 對 趕緊出來 你這樣也是2011年買的房子 最好的 2011年最低年的進去 那麼它這個2018年 比如說2011年最低 可能我們expect的2020年左右 或者是 因為它2016年 2006年是最高嘛 它最高點 你想現在再加了15年 2020年 2021年 可能是 你要開始走山坡 甚至 下面就可能要走山坡路 也可能的 也可能還有兩年 雙坡加速了這個吧 對呀 就說這個東西是 實際上第一個cycle出來 那它是最高的 那它是這樣子的嘛 對吧 就算是這樣子上去 它是山頭的 如果是你最低點上去 第一個山頭就出來 那這個協力很高嘛 你如果 因為稍微高了一點 但是你又過了 你第一個山頭沒出來 你過第二個山頭出來的時候 當中至少降了10年到15年左右 對不對 你一下子協力就降低 你的appreciation rate馬上就降低了 去投資的回報率 年回報率就降低很多 這個就告訴你 實際上 你時間越長 它的return是越低 So another way 這個correct is what D 那個就deb嘛 就是你的mortgage 你還有mortgage之後 你那時候 yourreturns higher 對 你有mortgage 你還有loan 你的equity 你有錢沒有 reveraged reveraged的錢 你是 borrowing money 然後如果你以後 pay off你的mortgage 對 你反而到 那就等於是 那自己的錢可以 就是沒有 有mortgage leverage 就沒法有leverage 對 沒有mortgage 所以這就是 holding the property general made the equity returns damage in long term 對 對 如果說你internal return 如果能達到70% 70%非常非常好的吧 好 你看這個是 好多人就說 哎呀 反正房子投資 是因為會漲嘛 你看這也有漲得很厲害的 那麼實際上呢 他這種 他這種 長得很厲害的年代 是非正常性的 就是 專門研究 那個房屋指數的 Doctor Schiller 他是 2013年的 諾貝爾獎獲得者 他專門研究 那個房市的 他說 長期來講 從 這個 這個 Doctor 就是 沒有 就是 adjusting equations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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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了虛線是不是 就 對 對 要跌了 對 這是 projection 對 現在應該有real data 對 對 只有兩個點 對 前200 對 他就是說 諾貝爾獎 或者在 實際上 房市的 appreciation 應該是 它是作為一個 commodity 它是應該是 和 房子的增長 主要是地的 地屬於自然自由 所以說 是符合經濟規定的 就是說 房子應該是 跟inflation是一樣 差不多的 如果不跟inflation一樣 它就 不正常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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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 房子的 對 對 對 但是最重要的是 基本上是 的 負責 長期來講 大概也就是 3% 也許東岸 或者是 加州那邊會高一點 四五了 不行 一二八圈也會高一點 實際上 你到 那個 official website裡面 馬州的過去多少年的 也就是3% 3% 3%的 你長得到的 對 國神的地市銀行 最近是最高的 也就是 對 如果是馬州 是hosted 如果是像 那你可能 那你可能 等於說 把那個東西 把Apple股票 抽出來 一樣 對不對 那現在的 overcrowded 的時候還是 對 再擠進去 是個什麼狀態 對 這個東西也有 當中的 如果是房子不好的時候 人人都害怕 現在就是 最好 有看到一個 charts Cambridge 或者Newton 看那個 overcrow 怎麼樣 國上應該也有 就說 有 那是 現在是 那時候 Cambridge的那個 Town House 三十七萬多 我當時是蠻想買的 所以他有這樣 下來的時候 現在呢 這已經有 掌上去了 因為我沒有買 因為你沒有買 因為你沒有買它 掌上去了 對 就Misela 是Syco Misela Syco 今天買Town House 要比其他地方好 他的那個 黃產稅非常高 對對對 但是 那邊 學校不好 學區不好 學區不好 然後我 對 我的那個 客戶 他在看 MultiUnit的那個 Unit 他是準備把它賣掉的 因為他很 那個 投資三位的一個 這樣子 他們是Global配置的 想法 那邊他反正給他 一算一算 這個 維修什麼都算交錢的 他都知道了 現在 這 蠻好玩的 大增的幾個地區 都是靠近 Downtown 靠近學校的 地區 你比如說 Downtown Boston 是長得比較多的 Boston 中邊地區 以前那個很壞 Brucklein 靠近城市的 也就是Brucklein以前 才是好區的 現在長得也很厲害 那以前 Cambridge 也不是很好的區 上面沒有更差了 但是現在上面沒有 全部都長起來了 是因為全部長起來了 包括以前 Oustin Brighton 都是不是很好的 那個地方 也就是 不長的時間 你倒退 七八年 十年 那些地方都沒有 Oustin Brighton 可以上Lanning School 對 他們就後來就是 因為這個 也後來現在 不是有些大學啊 那什麼 對 Harvard州買地 一起買地了 這些東西 所以把這個東西 Push上去 也是一樣 他圈裡頭 就是因為那個 High Tech 是Bio就是藥股 藥股在這條地方 叫Bio 而且我覺得 中國人來的也是一個 German 因為中國人 對於這個 美國 他是喜歡買城市的 Brucklein買的很多 都是Cash 他因為中國人 喜歡靠近城市 他就不喜歡 Dochester房子上來了 對 Dochester房子 以前Dochester 誰敢去啊 East Boston 什麼 South Boston 那地方都不敢去的 現在全上來了 是 Chinese Muffy 對 Chinese Muffy 他們不會去 就是說 有的時候就是說 你真的衝進去以後 好像也能夠把那些窮人 你就趕走了 慢慢慢慢就趕 那些人家 哎呀房價那麼多 趕快賣掉吧 慢慢把那個 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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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estions Then what From this point on Then what Yeah 街盤俠又來了 街盤俠 好 好 這個網站這裡面 很多書 Fedal House Financial Agency 所有的local rate 都能查到 FHFA 高高 它包括每個州的 什麼什麼 像 你就會發現 很多的 Appreciation 病毒 你想像得很好 這數據都不是 大概也就是 2%到 絕大多數 到2%到4% 就是 Inflation的 在場上 很強 租房也是6% 出租房 那個 這個是一些 就是好多人 一些case study 就好多人 就覺得 Lexit多好的去啊 那 更是實例 都是我做過的 refinance的 mortgage 幫他們做的 比如說 他這個 99年買的是 32萬 這個是大概 2016 還是2017 時候查的 2016年 那 基本上是 找到 六十幾萬了 聽上去挺好 但是一算 也就是 3.75% 你over 多少年嘛 你就算 就是這樣 假如說 2016年的話就是 16 16 17年吧 就算了 就像是mortgage 對 啊 這個是 消防家的 看上去挺好的 現在 現在 現在開始 頭疼 開始做更了 你看 看上去 有2.9個 夜裡的 appreciation 但 看上去挺好的 他用了一半 租出去 有根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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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 97 93年 80萬 現在才150萬 有根幣嗎 怎麼得200萬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他們 08年掉下來以後 就掉了 你知道嗎 Aprison比它還低 1.5 你知道嗎 08年 是 那時候高 後來就跌了後就 沒怎麼回去了 然後這個是 Aprison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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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年買的 他現在那支 賣掉 就2.2的 我們看一下 Weston 那就更那個了 這個房子 那是那個牛啊 應該牛 Weston 100萬以上 幾乎沒漲 幾乎沒漲 因為太貴了 原來就貴 Weston Saudbury 有100萬的房子嗎 有100萬的房子嗎 沒有吧 有100萬 隨便都是2.3百萬 你知道嗎 100萬以上 這個 2.3百 隨便 然後 不是 Weston是最貴的 一腳也就是 最貴的 6個命令 那你想 你看這個房子 2016年 98年的時候 是1.7個命令 到2008年的時候 2.5個命令 最貴 到 8年以後 降了 最早是通知 所以說 買房子不見的是真摯的 在Weston High and Market 也特別 特別 像2008年 零晚少 你們家的房子 在2008年 絕對比現在要貴啊 不是 你們沒看 哎呦 沒有可能會貴 當時在威南裡 有一個4點多個命令的 那個Bankers 這個房子 那種Bankers 他心蓋的 都看著他建起來 賣的時候 上市4點多個命令 最後成交去 1.5個命令 1.5個 1.5個 差的時候 差的時候 是4.5個差的 就不斷地往下降 沒什麼東西 不是這樣嗎 所有的東西 當別人 當別人都Creaty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比較Cautious 當別人都Cautious的時候 你就要膽大 人家都不踩 叫不肥的 所以人家都不肥的 就不能踩到那個時候 人家都去買房子 你不能去買房子 你不能去買房子 還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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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你當時你要把他們買的房子 那就虧了呀 馬上就虧了 這一個South Street South Street 也是一個房子 不怎麼展的 對很多外頭的 是有的 麗麗麗麗 你這些前提 都是very low return 你有沒有example 有high return 有Boston裡頭有 有嗎 Boston有 Boston有 我不是講的,這一波主要都是歐斯頓,歐斯頓以前是很差的區,都是不敢有槍針的地方,現在就長了。 師兄,我沒有槍針,我沒有相信。 那些都是典型的,大多數中國人住的地方吧。 對,像Boss裡面,以前也很少人去住的地方。 現在年輕人都去了。 現在大房子不愛買,有錢的也不愛買。 那個Maintainness,那個style,連美國人都算上。 我就問,公司這些美國還是三十歲,最大房子根本不感興趣。 對,他們買小房子。 他買小房子。 他們現在是最小房子。 我還弄怨著的。 隨便風兒這一代就要弄怨著。 這是我的很壞的一個投資。 當年也是別人瘋的時候,我腦子也不那個了。 是一個朋友。 05年的時候。 別人瘋了,你也瘋了。 別人瘋了。 那時候,當時他跟我講,他想叫我貸款。 我的朋友叫,他貸不下來。 你貸不下來嗎? 不是,他叫我幫他忙。 他說你幫,就是叫我跟他一道同事貸款。 因為我有法因怕我忙,我收入高嘛。 我當時說,哎呀,就幫個忙。 反正他說他自己,剛剛家裡面造了一個80萬的房子。 在微懶的。 他是我朋友嘛。 他說,他造了一個80萬的房子。 他自己做general contract,很experience。 他說,哦,我才自己家造了一個。 我現在去找那個flip。 他是hunter,你知道嗎? 他想做flip。 那很多人現在做flip,中國人當中。 對不對? 那麼,他就看到這個小房子。 房子條件不是很好,但地蠻大的。 大概有0.8個acre。 但是在loot 20上面。 他當時去offer,叫我貸款了。 貸不下來。 貸不下來,他就說,你有bying power。 那時候我也有,我一直都有real estate的執照。 他就說,你呢,joint跟我貸款。 然後呢,買賣的時候,因為我有執照, 所以我還可以省掉那個buying那部分的, 一半的那個錢。 等於說,利用我的價值。 然後就把去做他的flip, 他去做這個地方。 就是去管general contract的這塊。 他說,我們倆呢,就是split,50-50。 當時我也沒多想啊。 我就說,那就幫個忙吧。 我房子都沒進去看。 因為想反正要推倒了,進去看也沒意思嘛。 所以我就在外面看了一下地。 我說,哦,就這個房子啊。 我說,反正小房子也沒多少錢。 三、四萬五千啊。 沒多少錢。 我就投進去了。 5月9號,20105年5月9號clothing的。 5月9號clothing,然後你要到town裡面去 buy permit,然後還聽證會啊。 弄到很多事情來。 哦,因為你要推倒重建。 重建。 然後到年底還要畫圖紙啊。 花了幾千塊錢。 因為冬天了嘛, 那麼就等於是2006年的開村子 沒有把它推倒重造了。 開村我是做貿易者, 對這個市場很sensitive。 我發現開村這個市場就不對了。 後來我說這個市場不對了, 我就要做一些分析了。 我開始買的時候, 因為人不用的時候就不會去分析了。 你知道嗎? 大家都瘋了。 哎呀,賣什麼房子都會蒸的。 你知道嗎? 等到2006年開村以後, 就市場不是很好。 就實際上2006年就是, 那個春天就開始下行了。 慢慢下行了。 到09、 1011是很差的。 連續五、六年的。 實際上那個時候, 你知道, 有多少real estate沒有job啊? 現在人人都要當real estate agency, 是crazy, 就是幾年的時間啊。 那個時候real estate全部, 沒有job啊。 沒有job, 根本就沒有人去做real estate。 就幾年一晃, 整個變成色了的事。 人人都要去當real estate agency。 你說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個, 那個也不正常, 這個也不正常。 馬上要flip了。 這個, 你想那個時候, 真的是real estate, 大概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 全部 cannot sustain the job, 他不能make money, 因為那個市場上根本就, 房子沒有什麼交易量的。 最差的那四五年, 差的不得了。 很多real estate agency, 全部離開這個職業。 他不能survive。 好, 這一波real estate, 為什麼中國人特別懂啊? 因為中國人, 中國的家後方開始有錢了, 這些人要來買房子了, 每個人都有一些, 什麼朋友啊, 同學啊, 要來買。 所以說呢, 不想肥水流外人田嘛, 都想, 所以說每個中國人, 大多數中國人, 都去考了real estate license。 當年我考了real estate license, 根本就沒有中國的市場, 我說2002年, 因為那個我做Moffice, 他們經常有一些appraisal這些知識嘛, 他們說需要叫我們去學一下, 就三十個小時, 我就把它考一下就行了。 實際上我是沒有怎麼去做, 我只是referral, 沒有去做那個東西。 但是你想想看, 也是, 這個職業也是, 淘汰率特別特別沒得強。 那, 你這樣子, 你看我, 我, 後來我是06年開村的時候, 本來要見了嘛, 我一想, 你看這市場不對頭, 那我就要做分析了。 一做分析, 當時如果造一個3000 square feet的, 大概至少是35萬到40萬, 現在可能造不下來了, 當時至少是35萬到40萬, 那我這裡已經是35萬左右了, 那是成本就是70萬到75萬至少。 嗯, 然後70到75萬, 如果我是85萬賣出去的話, 我覺得100萬買了。 那個時候我一看那個市場, 而且它周圍的房子, 比較小。 那個, 而且那個臨界是, 是20, 20號是個busy street, 你evaluate一下子的話, 我估計是可以買不到90萬的, 虧好是沒有那個, 我想, 就算我買了85萬, 那就賺10萬到15萬,對不對? 然後這個cost, 那個cost, 然後還有, 還有如果short term的話, 那個capital gain, 然後我再跟他分5萬塊錢也分不掉, 然後我承擔, 承擔, 那麼大的責任, 那麼大的責任, 你要借那個錢, 說不定賣不掉的話, 我想, 我怎麼會做那麼stupid的決定呢? 錢已經借了, 已經借了, 已經close了嘛, 我房子弄, 但沒推到, 沒推到, 沒推到, 錢已經漏了, 我這麼一算, 我就覺得不對了, 後來我就跟我那個partner, 我就講, 我就給他算了一筆帳, 我說這不make sense, 因為是, 因為當房子下降的時候, 你才會去思考, 那個時候就覺得, 你買任何房子都會震的, 因為覺得房子, 就說, 撐撐撐撐的, 就像現在這個時候, 就像現在這個時候, 真的是, 如果人人都在這個時候的話, 正是, 我是經過這個, 我希望, 所以我是不會crazy的, 現在, 這也不會crazy的, 那個時候, 後來我想, 這不行了, 那個, 不能去推到, 那麼他一聽我這個事, 也不make sense了, 那已經買了, 那沒辦法, 只好就, 就把它remodel一下, 後來還四五萬塊錢, 去做了, 去remodel, 因為那個房子, 實在裡面的很差勁, 然後就出租, 出租了多少十年, 出租了十年, 因為那個時候, 房子一直都不好, 房子一直都不好, 一直到了2015年, 那時候, 我跟他, 實在是我說, 當中也是很多, 我換, 只要換一個tenant, 就要去整修一下, 花個三萬塊錢, 然後, 什麼, 大風雪啊, 有一次, 樹倒下來, 就, 直接那個樹幹, 就插到那個, 就把那個, 房頂插那個, 我都嚇死掉了, 嚇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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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打那個洞啊, 多麻煩啊, 哎呀, 我就後來發誓, 這也不要買房子, 那個東西, 太, 太麻煩了, 我都嚇死掉了, 你知道, 而且那個, 那個, 賣出來了, 那個, 哎呀, 我的天, 就是, 說起, 一盤清三淚啊, 就是, 我再也不能, 因為我就, 2014年, 我就想把它賣掉, 就很早就想把它賣掉, 但是我的partner, 他當時是因為, 他兒子讀什麼, medical school, 他如果賣了一筆錢出來, 會影響他的, financial aid, 那個書, 他有 financial aid, 他好像也有, 他現在弄還是什麼, 弄, 弄還是什麼東西, 反正有一點, 就是從他的利益來說, 他, 他不想把這個東西, 那個, 所以我也就, 舍命賠錢, 只多賠了他兩年, 就是這個, 根本就不賺了, 但基本上就是, 一千八一個月, 他經常有的時候, 空嘛, 哎呀, 這個事情很麻煩啊, 天天是麻煩的, 不得了, 所以到最後呢, 那儘管是, 四十萬塊出去的, 你扣掉那個, commission fee, 三十八萬, 嗯, 整個這樣起來, 也花了這個, 買的, 再加上招修的, 也要四十來萬了, 照理數是賠的,對吧, 但是, 因為, 因為我不是, 報那個, Rental Income嗎, Rental Income有十年, 大概Depretation, 將近十萬了, 嗯, 但我呢, 因為收入比較高, 那個, Depretation下來的那個, 儘管是Nactive的, 還不能去扣稅, 值, 那個, 當年不能減稅, 超過一定的, 就不能減稅了嘛, 所以也沒想做到好的, 到最後, 我賣出去的時候, 雖然是賠的, 還得交了大概, 七萬塊錢稅, 哦, 哇, 你就說吧, 還是算你的, 心理損害, 對, 所以, 那是, 那是, 那是豐富的經驗, 對對對, 你學習的經驗,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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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正能量, 想著正能量, 所以, 就像我們講一個, In general的case, 比如說一個, 30萬的, House, 你比如說, 在5%, 如果Rental, 就是In general speaking, 就是說, Rental是在, 1800一個月的話, 那麼, 我們Average說, 它Profit Tax, 2%, 那, In insurance, 大概在0.5%, 其他的一些cost, 大概0.75%, 那麼, 你就想, 如果是Cash Pay的話, 我們一般來說, Rental算10個月的, 就是不能, 不能算全的, 因為有的時候會, vacocity嘛, 那麼, 它的Rent, 這10個月, 大概是6%, 就是Rental income, 大概是6%, 那你減掉這個, 這個, 這個Profit Tax, Misminance, 加起來大概1%, 那Appreciation, 我們算, 像Infinition, 3%, 這樣加起來的話, 算了一下, 3%, 3%的Fixed income, Total大概是6.75%, 6.75%, 6.75%的Return, 然後呢, 如果說有25%DownHuman的, Leverage, 像槓桿的, 它會算出來大概是, 會有7.8%的Return, 這是, 都是不算Tax的, 還沒有算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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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算那些, 你的, 就是像, Dominal Cost, 就是那個, Labor Cost, 實際上, 都沒算進去, 實際上, 中國人算這個東西, 都沒有把自己的Labor Cost, 都算進去, 實際上Labor, 你還是花了很多時間的嘛, 你時間, 你不做這個, 你去做其他東西, 不是賺錢嗎, 等於是這個錢, 就, 他們都不把這個Labor Cost, 都算進去, 我們Tax, 我們Tax, 你Tax, Rental Income, Rental Income, Rental Income, 其實到後來還有那個, 還有那個, 駕駛, ee.. sales, Type A, cela 。 那終於是... 到 Services, 沒有提供執照的, 不付房租啊 那一人家不给你付房租啊 哦 还在你们做的 Rode Island那边 Rode Island我大概多少年前 Marser最早了 对 Marser是特别是做房租是很艰难的 Rode Island那边 大概多少年前 那个时候Rode Island的房子 好多人我去买Rode Island房子 后来当时十年前 我也去看了一下子 我觉得那边房子啊 什么3Family 4Family 20万以下都能买到 然后它compare租金的Rental肯定是比这边 你这里的买20万你肯定住不了那个 你买3、4个Family 那边比如说800块钱一个房间 3、4个Family有的时候你也可以住到 什么2,500 你要在这里20万买房 你肯定住不到2,500 所以从Rental的角度来讲那边是好的 是Rode Island的Rental Percentage 那个是好的 当时我觉得因为这是不挺好嘛 后来我就去了解了一下 然后我就问了当地 我去买了那个 他们说将近30%到50% 全部要go lawsuit 就是那些人 因为他的地方比较穷嘛 都不好租的 就说上法庭是家常便饭 整天要跟他们上法庭 而且就说你不要指望他们那边的房子 appreciate 十年什么都过 appreciate 就一直在那 就像我的那个Poines de Vegas 实际上挺美的一个地方 我已经买了多少年了 2004年 13年了 到现在也没有appreciate 当时买了20万 现在还是20万 那边 确实没有涨 你不要以为买房子 很多地方房子是不涨的 一直都不涨的 大部分地方都不涨 大部分地方是不涨的 一家有一个新的号子 天平台的数学统计很可怕的 全世界7亿人全能住来的 7亿人 7亿人 达拉斯可以全世界人住来的 你不信吗 不信 那么多 为什么呢 大吉了 他在达拉斯 可以建房子 对 就是每家住一个新的 regular house 你说已经盖好的房子 他说是可以盖的房子 可以盖的房子 可以盖 盖好了 我都可以盖的 所以说 他第一次约那么那个 对 我前任老板 他家就是三十麦 对 都没有 对他一家 你怎么进墙 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家能没有枪吗 是 八十就开始有写枪 三十麦一家都没有 然后地下都是油 他地是油 像不进的 他在油田上 他妈的意思不让他 对 我有个朋友说个题外话 在纽维 他就是在 像布鲁克林啊 这种去 他在困市 他就买了 一百多万的房子 他把它租出去 他就跟我们说 他要给房客八千块钱 让他们出去 我就说你不蠢吗 为什么还给八千块钱让他走 你不住 你不住 人家就不交租金 你赖着 你还求着八千块钱拿着 赶赶走 赶快走 求你吧 对 我女儿也困住 一百万 一百万 也有好 这些story的 但是就是 把它得成四个apartment 哦 对 纽衡术尔就是 对这个房东 特别favor 纽衡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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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房客马上就点 很快 压力 这算了就是说 这个rental的回报 这样算下来大概是 6.75对吧 然后呢 如果是 30年fix 放到 down payment 才会高一点 7.8 对 那么 那当然这些东西 你还有什么 cost by selling 对吧 clothing cost 然后 实际上呢 就比如说 如果它30年later的话 你按照house price的话 如果0点 就是30万的话 30年以后 按照0点 3%的return的话 30年以后应该是 720 就是728,000嘛 相当于728,000 clothing cost大概 如果说是 4千 4万的话 这么算一下子 整个 整个算下来 cost is sold 超过的 price是这个 depreciation 因为它 它那个 要付 capital gain 对吧 对吧 有个tax after clothing cost 减掉这个 再减掉这个 tax 总共就是 4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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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 30% 好 看 30% 你还没有啊 你没有解 那个 cost 没有解的cost 你要算想想把本金需要 所以把本金需要 depreciation 没有啊 但是 tax rate 30% 吳亮先生,我打算和電視錄頭張開箱。 吳亮先生,我打算和電視錄頭張開箱的動作, 所以好多都是illusion,都是feel, making you feel better, I love it. 对,十一上市。 你进了一个depreciation,能帮我减税? 这是第一个illusion,income到一定程度你减不了税。 depreciation挺着可好挺着。 你卖的时候,那才叫杀你太狠了。 因为你depreciation以后,你那个房全是hackle gain了。 二十七年以后,全部给你书玩了嘛。 二十七年以后,全部给你书玩了嘛。 你的成本学三十万的,二十七年以后就没有成本。 一加一点,把所有格式都给你书玩了。 对,对,对,对。 本身都是会数学的,但是到这个时候就不做数学了。 全部会。 全部会数学。 学三五大叔给你玩的,全都弄上。 全都弄上了。 全都弄上了。 对,就是那样。 最后你一算,你就想想看。 就是,卖的时候,就是one time,全部都要做。 所以,你那个一株二十七年卖的,二十七点五年卖的, 不是二十七年卖的。 二十七点五年卖的,对。 一块钱是你当初购了30万。 就像我购了房子,十年 depreciation, 平时还不能,就像我收不购吧。 不能take deduct税。 对,你三十万买的吧。 你就是全卖的。 这三十年你不住,一百万卖的时候,七十万交税。 你要租的话,一百万要交税。 这三十万也得交税。 那三十万,百分之三十万。 就是你租出租的时候, 就等于你出租这三十年, 你要花十万块钱先去允许出租。 不是,我那一只, 相当于是。 那你干啥? 你还买一个温头啊? 你再买一个温头啊? 你再买一个温头啊? 你问一下, 会想还有能天的温头啊? 对啊。 你什么意思?我没听过。 你没听过。 你没听过, 你的Rental House还记得问你。 你还记得这个智力, 我不讲了! 我不是迪欣俊 filmmaker嘛。 那你要积极心 filmmaker。 这就是迪欣俊华。 迪欣俊华,慢点。 一路去谈论, 再有荣誉的与荣誉去让, 再有予望, 然后严谊再有予望, 那个再有荣誉, 那个再有荣誉 makes you feel happy. I have a ten property, 把我雇了, 把我雇了, 我觉得你说的是有道理, 很多诸多有文是有家里。 你再有意外 我跟你讲 你说谁去 谁家 他说不着呢 老婆你也说不着呢 你好可念的就成了 你说这点 换着说呀 不想换着说 我这上个套哲学这个理论 先把人搞清楚 这有必要 换着说 你把人 你先把自己搞清楚 把家里人都搞清楚 每个人适合做些什么都 对对对 他说的有道理 你不能这么 那就是对股票来个这个 您也有成功逼着 那是有的 很多 对不对 你要教他讲 就是股票我碰着就碰 因为他股票碰一次赔一次 对对对 他弄房子他弄出甜头来 我一弄我房子 他对房子有感觉吗 一弄就成功 也有事 你这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那一天来说 成功的人到处都会讲 不成功的人就歇了 你先把自己搞清楚 先把人搞清楚 这是不是哲学理论 你肯定是 你做你的统计数据 是要大数据才可以 是 但是英尼北就 根本不很害 统计 那现在你外面什么 海海的你就 觉得做得很好 那么他厉害的观点 把我弄的也引住 我这两个都不引住 你正在那抱怨 你还在那里 还在那里 这东西是 没有 我一定把他转达到 魏虹的耳朵里 没有没有 转达 再转达我下回就来不了了 我就洗脑去了是吧 没有 我就觉得这个 人要不按照数学 就麻烦了 那叫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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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安主教会 安主教会 这个实力一算下来的 有多数据人 大概也就是六点前 所以其实 他的 rent return 是大概在五到七 就是reasonable 五到七是很不错 然后还要将到你的label是freight 所以說 換句話說 就是稅後了吧 又說稅後 對 就在付稅以後 就是說你能做到5到7 就是average 加上你能free language 那我試問 如果我能做到5到7 全部都是free的 你願意投房 還是願意投IOL 或者說 我少一個% 我什麼都不管 我都願意投IOL 我不願意投這個 我說這個 是吧 I will add another word cully labor free the health problem stress is not possible stress 就是 IOL是requitable IOL Peace-Peace-Requitable 這個東西不能 賣一次 還有就是你後半複製 但你要萬一 比如說你後半複製的話 你到時候你不工作了 就這樣出來了 你後半複製 你又沒有這個出來 好 the vacation house right 這也是我那個地 在佛羅里達的房子 也是一點就不賺錢的 這些都是我真實的報稅的經驗 到底有哪來幾個 五十多了 這樣十萬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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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二十三萬五天 對吧 開始 曾經漲到十五萬左右的 是 沒有很多的房子還墊啊 那邊墊 那邊墊 那邊墊了很多 那邊墊了很多 2006年的時候都墊了 2006年開始墊嘛 墊了很多人墊了一半 到現在還沒回到這個價格 還沒回到這個價格 你後世代都最高墊了 哈哈哈哈 這個水平 沒有 我有 我也促視的比較 還早一點 後面是平倉的點 是有 一零年和一一年的 那時候你的腦子不管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 好多人 那個時候 人人都去排隊 戴帳篷去排隊 Lottery的 買房子 那就是 他比如說今天租十套 外面有上百個人在排隊 就Lottery啊 你剛在排隊那 好多人就靠排隊賺錢 是 是 好多人 對 他當場把這個 賣 轉賣一萬塊錢 真的 真有啊 真有啊 就是我那個05年那個時候吧 你說特子在佛羅里達吧 就佛羅里達 對 真的瘋吧 就是人人瘋狂的時候就瘋狂了 有很多原業 那個時候 歐元 將近2比1了 對美元 就是德國也來吧 謝謝 2011年 2012年 我在 我在奧蘭多買那個房子 他是2006年的時候是 將近40萬買的 我才18萬我就買下 06年 他06年40萬 我是 2011年 5年以後 2011年 對 18萬買下來 現在還超過那家吧 20多萬 現在大概30萬左右 漲回去了 漲回去了 現在很多人 現在我也是看到很多中國人在做flipping house 2005年 2005年 你想這個裡面有capital 你肯定要有錢去匯 還有你有experience 有的人會做 general contract 還有你得有inventory 找到buyer 找到buyer 有很多risks 就變成一個 這是一個business 有些business就是有風險的 對吧 你做這個東西是有風險的 你要實際搶得不好 就像我那時 實際搶得不好 就一lock就lock 10年也沒賺 還可以了 那有政策嗎 那是正常 那其他的那個 real estate investment 是甚麼 你的時間 你要consider 可能有lost 有tax on rental income tax on capital gain depreciation comes back as ordinary income when you sell as ordinary income 你沒有這個flexibility的菜市場 還有那個sending cost commission這些東西 都要算進去的 實際上就是一個 loop 實際上好多人說 房屋投資是很好的 如果你真的喜歡房屋投資 你可以去買房屋投資 最大的lis 這個family stability 對 所以你如果有的人 真的喜歡 所以你如果有的人 真的實際上 你真的覺得 那是虛擬的錢 你如果真的覺得 房屋好的話 你就買房屋的那個 index 就行了 它專門有這個東西 它也能 你如果看好的房屋 你可以在這個時期 買它的index 也是可以 你不一定要買 具體買個房子的 你不一定要買 具體買個房子的 對嗎 你可以選擇 對 而且那個 我們是投資有很少 你買房 你投多少 交個房子 只好是 the liquidity 你馬上出去出來 你交一個房子 只要好多人說 房子漲漲漲 你還不如乾脆去房子 如果增長的話 股票的話 股票的話 它是把很多的sending 在一起 對 比你要買index 那個房子的 那個risk 少多了 對吧 中國人就是 年賤沒10 實體實物 用點高爾夫球場 游泳汽車 你看這爽啊 你的食物 都數字化了 不是不實體 美國人做馬開 挺厲害的 給你弄的新 大陸空氣又不好 一來了 來 來給你呀 知道 他肩膀這麼乾淨的游泳汽 都買 不知道 新西亞 新西亞 在邊有一個 很專門的房間 那個講座 他就是專門做 從國內來的 人的生意 好 這個SNP 對他們的 其實在美國 做房子 跟中國做房子 很不一樣 中國人因為在房子 漲風了 他們覺得美國人 也應該喜歡買房嗎 對 他就專門做 從國內來的 現在就是 最容易做的 就是賺國內來的人的錢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都有邏輯思維的盲點 一講 北京房子 我十年漲了一百倍 這一樣 都一個邏輯 這麼便宜 才一百萬 這些人最容易 他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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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ducation 別人這房子 過十年也犯十倍 你想 比如說 你如果現在 買個invest的話 這個equivity 這倒是很過的 那些都是虛擬的 那些都是虛擬的 invest market 相對來 那個appreciation 比較 你要很多labor legal dispute 很多 像你要是買這種 invest market的話 這些東西都沒有 對吧 趕緊投資把錢稅 一個real house 也就是說 你現在就是借錢 然後有loan balance 然後有equity 對不對 增加了equity 這個equity呢 有的時候 可以cash out 可以用一下 用home equity line 現在 by the way home equity line 應該不能claims for interest deductible 會允許 home equity line 的interest 所以這個也會影響到 mortgage 對 今年開始 你還要把這些東西 全部的 interest property 你還要把貿易 說的 貿易 assurance 這就像是一個正式的房子 那 這個就像是一個 high interest cost reviewment agenda 這些東西都像是真實的house 對吧 你這個equity可以用 如果需要用的話 如果需要用的話是 equity loan 然後如果是另外一個 IAL跟這個房子比一下 也像一個房子 它就是說比如說你把 life insurance的錢 premium放進去 它就產生了一定的cash value 同時呢有個life insurance 對吧 它這個equity 這個cash value 也可以拿出來用的 你 以 policy loan的形式 拿出來用 是tex grade的 可以用到 一般來講是 90% of surrender cash value available 如果你的 surrender cash value 是比如說10萬 你至少可以拿出 9萬來就可以用 隨時都可以用 而它的interest 前面十年大概是 0.75%到0.9% 目前Nationalwide是0.9% Challenge Weapon 0.75% 過了十年以後 watch loan zero 它的cash value正常 不僅是before 如果以loan的形式出來 是tax free access 而在正常的過程中 是保底 有個car 對吧 這個life insurance 就相當於那個murgy loan 那樣子的 它有一個cost of insurance 有些fee maintenance 就像一個house 也像一個house 只是這個house的話 你不需要有labor 而且沒有什麼risk 有保底的 同時你還有一個linking insurance 理解我問一下 剛才你那個 你說的 如果解釋一下 tax defer 那個地方 它在什麼情況下 是tax defer tax defer 就是說你增長的情況 就是增長的時候 你不付稅的 你tax value 裡面 好多人說 我知道了 我看了網上的阿姨寶 tax defer 但是不是tax free 我回答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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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其實回到你第一個問題 withdraw和loan的區別 你要把所有的定權 用withdraw的方式取出來 超過cremium的部分的話 就是tax defer 就是tax defer 叫交稅的 that's why you should take a loan tax free access 因為很多人是讀了 就說 他就說 阿姨寶是tax defer 不是tax free的 是在特定的情況下 是tax defer的 增長的過程中 就像40.1k 你這個增長的過程中 但是你40.1k拿出來是要交稅的 它增長過程中 所有的gain 你是不用交稅的 是tax defer的 比如說你放進去 20萬漲到50萬了 你那個20萬是可以用withdraw up to 20萬 那30萬是gain出來的 你後面的30萬 你真的是一定要用loan的形式 特定的一個looper tax 我是看法這樣 tax defer is growth per year 對不對 就像你買neutral funds 沒有tax 不是qualified time 你買neutral funds 每年都要付 dividends tax 他是不需要付tax的 每年他有gain 不能給你7-8% interest 那東西 不用交稅的 那是叫tax defer 每年你得tax defer tax free distribution 是tax free access 就是tax free access 你之後錢拿出來的時候 是tax free 對不對 但是必須要付tax 你不要付tax 如果是貨王k 或是其他的miss fund 那個tax拿出來 你拿出來錢的時候 你還要付tax 所以但是他們那個 但是很多人去讀網上的文章 他就會 就像那天那個原人序說tax defer 不可能tax free 哪有那麼好的事情啊 所以你可以說tax defer during growth tax free during access 所以那個 在 TransMarket的IUL的那個 寫的也是的 就是 是tax defer 但是那就是 tax free 跟 withdraw那個gain 就會是tax tax 所以那個 所以你那邊沒有寫錯 他寫tax defer 總共是可以 但是真正是借loan的話 是tax free tax free tax tax 你要把這兩個號子 side by side 的可能合起來 嗯 對 那賠償的時候 其實都是tax free 對 你如果做increase的話 賠償的時候 全部是tax free 賠償也是tax free 他實際上就是 等於是借助了這個tax的東西 Anyway我賠償的時候 我是tax free的 那我活著的時候 跟我的現金直接 我就 就縮得過去 他說我就 先把我死後的錢 提前用了唄 你的賠償就是dax benefit 對 那是tax free 那我不管 那叫 那叫 就是全部都拿出來 我也不緩 可以啊 就是因為一直不緩 你到後來 你只要不要把那個 在你 離開這世界之前 不要把 cash value 拿到 弄乾淨 變成 不要lapse 不要lapse 你lapse了 那你就證明算你是投資 那你所有的 capital 給你全要到 你就不要讓他 把它 不要用到 你哪怕就剩一塊錢也行 那你只能多 對 就是不會那個 最多90% 就是90% 不不不 到最後的時候 還可以更多 所以不會 他每個賬號上面 不一定是90% 有的時候有90%多的 你只是90%是一個 大概的衡量 他每一個 Count裡面 都會告訴你 現在現金值是多少 你的最大的 用語是up to多少 他告訴你 清清楚 而且你可以讓他 做那個 illustration 從現在開始 會不會lapse 對 大概一個東西 做illustration 你看一下 所以我們以前做的 illustration說 一般拿出來的錢 不要超過 百分之 不要超過 百分之七十 你超過 百分之七十 拿出來的 value 你開始 你可能會 複製 如果不小心 對 所以如果拿 百分之九十 拿出來的話 你會 非常擔心 非常危險 那可能 100%是 因為 你不需要 的錢 你能夠增加 你能夠增加 對 反正放在裡面的錢 你活的時候 可以用 避掉了很多的稅 你留下一點 你還是給 留下後面 不會浪費的 總共是 百分之三十 就再給小朋友 就是加人 對 其實這樣 有很多人 都講 我這個就是 做retirement 對 其實你要這個拿 差不多的時候 你換到那個拿 對 這樣的話 兩個都不要 這樣的話 給小朋友的話 加在一塊兒 還是那麼多 反正 總而言 所有的 都是放大的 都是放大的 都是 Leverage 好 那麼 這個 就是說 怎麼樣去放錢 怎麼樣去放錢的話 一般來說 我們是 要Foundation 要打好的 就是Emergency Protection 這Emergency 就是Emergency Fund 大概一般是六個月左右吧 三到六個月 然後Protecting就是 各種的 資料 然後呢 要存一些 Retirement Education 對吧 這些東西是靠這些 去實現的 然後上面再是 Realize的 後面再 再去做一些 其他的 譬如說這個東西是 Risk比較大的 是當你這些東西都滿足的 情況下 再去學 再去看其他的東西 那如果從水的角度來看呢 那肯定是 先是滿足 tax-free的 就是 401K的mash 然後 要 要做一些什麼 7702 Rose 這種 比較tax-free的 比較好 這是free嗎 你覺得說 401K的mash 那你怎麼樣去 那你怎麼樣去 拿到financial aid free money呢 就是要揮花 揮花得著 我上星期 陳輝講過了 那個 那個 tax-defer的 也有tax好處的 就是一些 without the plan 然後這些都是 最後了 你還多錢 你才去投這個東西 這個是不是 你應該 是不是那個到我兒子 對呀 這樣子 就是那個 trying 那個paramid應該到底是 哪個主要 我也知道 他的意思是 pray的money是最少的 最少的 最少的 是priority 最少的 因為taxable的肯定是 base最大的 然後在你 不是 taxable不是最大的 為什麼 不是 為什麼 taxable應該是最大的 不應該是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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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是說 你的income 你的income都是taxable 沒有 沒有 這些都是說 你剩下的錢 但如果是剩下的 就是 對 你看 你還說 可以投資的錢 對 投資的錢 對 對 你剩下的那二十萬 你要投資的錢 往哪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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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第二個 對 我覺得這個slide 對 對 對 然後就是投資的話 也是 你想 這裡左邊是風險小的 但投資回報比較低 右邊是風險大的 投資回報比較高 像 INDEX UNIVERSAL LIKING IUL和房子屬於 基本上是 MIDAL MIDAL RANCH的 有一定的 那個 FUNDATION 或者是MIDAL RANCH的 有一定的寶藏 尾稱是 中間的 秘密 房子就剛剛就講了 為什麼中國人喜歡房子 看得見摸得著 收入相對穩定 有 爆大漲的可能性 很多人就想 哎呀我買 買 買 喜歡吃 萬一我大漲了 這也是一個分散的 那個 它如果是 不好的話呢 目前不是很方便 辛苦還辛苦 然後 然後 影響助學金 這個東西 有風險 有投資 有很多風險 影響助學金的話 你也知道 所有的 這一邊就是 要 要爆的 這一邊是不需要 爆的 如果這一邊 資產太多的話 你會嚴重 影響你的 助學金 Events and property 這個也是 所以要爆的 就是你如果有 投資房的話 相當於開始 Events and property 就是相當於開始 這樣子 就是 今天上次你說 好像 如果是自助房的話 私立學校 它也開 私立學校也開 對不對 但是公立學校 公立學校 在FAFSA裡面 一般不開 但是 那個 Investment and property 是的 對 但是你大多數 私立學校 肯定很多人 要去報私立學校 CFS 包括 你的 Equity太大了 它也是考慮的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比較好 IER和 Investment house的 和IER house的一些比較 這些 這些 這些費用 Rental income也有 Appreciation Inurance Long Interested 這樣子 DUO 是Rental Walking for free 有個Legos之前 還有 Explosure to legal dispute 這個房子 Tax free Risk free Liquidity 很好 Market growth 6到8個 Tax free的增長 相當於 8%到11%的 就是外面 沒有Cax free的那個 Long Interested是 After 10 years 大概是0 Before 10 years less than 1% 是 Very simple Cax free 沒有任何的 你不需要 也不需要去管 也不需要 Market在大漲大跌 跟你都沒有關係 也不需要去 心臟病 那樣子Lowercoaster 都無所謂了 因為我們就是 就定投嘛 也就是跟Index走 定投然後就有個Body Fonding Legal protect 當然就是說 這IAL house 它有Limitation 你必須要有很好的 就是你的身體足夠好 是一個Long Term的一個Plan Long Term的Draws 是Limited Fonding 就是說 你不能說我買一個什麼 25萬的 我去放很多很多的錢 你肯定想想 世界上沒那麼好的事情 比如說 你能放多少錢 是跟你 跟你的年齡 跟你買的Amount 有關係 所以越年輕的人 越便宜 但是這個錢囊 做得也小 這個東西是 最早的時候 記得 我跟Sha 有個Discution 你記得 你當時問我 你說 我有這個錢 我應該 給我三個女兒買 不應該給你買 最早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後來我說 這Depends你有多少錢 如果你只有三萬塊錢 那麼就比三個女兒 一萬一萬 那它的投資會 最高的 對吧 但是你如果有三十萬的話 那你在女兒上 最多只能是借用這一萬塊錢 每年一萬塊錢的投資 如果你有三十萬的話 那你雖然貴 但同時 它是Proportional 你貴的 都買 都買 每年女兒 能三萬三二十七萬 給自己買 對 需要的那個 我記得 她女兒最多是一萬塊錢 你的那個是六萬 對不對 可以放 佔計六萬塊錢 她那個錢囊 一年可以放六萬 她女兒都只能放一萬 如果她只有三萬塊錢 那當然就給女兒買了 如果她是成年的話 可以買的話 她的認真是最高的 那她可以開個 大一點的Facement policy 小孩不可以 那麼多 所以說一百萬 是老爹的一半 只能是我們的一半 Out to one minute 但是小孩 年輕 很少的錢 超過時間增長 也是不得了的 很少的一點錢 因為她 compounding 翻得快 我們年紀到了 時間少 翻轉了 十年翻一翻 翻個時間少 他們翻多少倍啊 他翻四十年翻多少倍 二十四次翻了 我們翻個 就少掉很多了 買等額的都不行 小孩跟父母的 小孩只能買 一百萬 up to one million 大人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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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超過一百萬 可以大人的一半 還有一半 也還有一半 但她成年以後 工作以後可以買 根據她收入的 自己想買多少 那個一半是 那個父母加在一起一半 不是 一個人最高的那個人 你看 其他任何 男生說的加在一塊 但是都是在一個人投成 或者是兩個人 一塊的 一個人 你說把特兒的加在一起 包括一個 不同的公司 對 對 好幾個公司 加在一塊 對 加一百 對 你比如說 有個特兒一百 一百萬 如果一個 一百萬 小孩就可以買一百萬 對 特兒一百萬 特兒一百萬 公司的 Group Time 也算 公司的 Group Time 很難去那個 因為我現在上次就是 公司他要給 你到公司去 要Policy出來 很麻煩 很麻煩 他們大公司都來到了 他拿不到 他必定 公司的特兒很難 基本上 沒有什麼 我好像很少去 公司 上次有一個Policy 他就問我 要他的 Group Time 他沒給你 Document 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 公司不給嗎 你自己的分子不給 他公司不給 那個東西 我不知道他們怎麼弄的 那個很難 很難的 好 所以還有這個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就是說 當你年紀大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小黃子 然後變成大黃子 他又變成小黃子 對吧 這是我們Life Circle 當你往往 當Size的時候 你會有一筆錢出來 這個錢 尤其是一般 你說你到60歲以後 你這錢真的是 沒有地方放 你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又能漲錢 是沒有地方的 只有放在IUL裡面 而且那個時候 一般來說 60歲了 或者是65歲了 那個時候 IUL基本上也是超過十年的 你一下子放進去 它的cost 馬上就 也就是1%左右 甚至更低 像Nationalwide的話 後期的cost 非常非常低 就零年紀 而它的平均的return 如果是89%的話 那它的return 就是很高了 那你想 你又想追求return 又想 控制風險 沒有第二個地方 可以放 只有IUL 所以 這個就是說 很多人 比如說有些人 手上有兩個投資房 因為投資房呢 它呢 也沒有太多的收入 它靠投資房 它收租金進來 它開始的時候 它買一個policy 比如說 現在我是一個 60歲的 55歲的人 70歲左右 我會把這兩個投資房賣掉 如果說我兩個投資房 一出來是100萬 它就要算這個 我12年當中 我買個多大的policy 我可以12年 就是12年以後 我100萬進去 可以放得進去 可以倒算回來 你買一個多少 也許我們以前算過一個 大概150萬 但是150萬呢 你買個150萬的policy呢 你前面呢 你最少 放16000 16000 它就可以用它的租金 兩個house的租金去付 付得少 因為比如說 它本來是可以放10萬 11萬6的 比如說 它就放1萬6 那麼 它就 你最小的沒那麼方便 但是它就把 多餘出來的quote roll over roll over 10年以後 等於是它就 多出了 它可以放100萬進去 它一下子就可以放進去 100萬 這個是可以做 它需求做 算出來的 這個意思也就是說 你前面的時候 你這個杯子都沒有放滿 空著的 對吧 你到第幾年以後 比如說第6年以後 或者我們說第10年以後 那你就可以把這些東西就 一下子多出來的錢 全部把這個 公司 被子全部 廢落 這是RUL的一個 非常好的功能 所以說 當你現在沒有錢的時候 不是等你有錢的時候 再開RUL 而是現在就要開 因為等到你有錢的時候 你就一下子放不進去的 你要等於是 讓它時間累積的 使得你這個錢呢 撐在那 等到你一下子放進去的時候 才能放得進去 因為隨著時間 越多 它這個 它給你的 扣承 能放進去前 越多 所以還有問題 就是說 你等太久 可能身體不好了 也就 對 對 你時間 時間長 對 50歲以上 你查得比較嚴 50歲和阿姨 又是一個卡 是一個卡 是一個卡 對 所以 RUL來講的話 是 No matter what 都是越早開越好的 從規劃來講 那你說50歲以下 查得嚴是 50歲才剛開始查得嚴 還是 不管你 你四多歲就滿 到50歲那一關的時候 他也不會查得 不不查 就查一次 只查一次 以後再得什麼 你不管了 以後再得什麼 你不管了 就是越早會越好 都不管了 你就賺了 好多歲就賺了 你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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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兩年 以後他得了癌症 什麼 大賺特賺了 大賺特賺了 這幫人 敢不敢賺這些錢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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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 這是講 他Anyway都是碰到這種事情 那是 對他雖然是不算是個災難 但是對他家人就是一個 那行吧 買了以後 兩年以後的外星 兩年以後想自殺也一樣 對 更專 兩年以後自殺也算的 對 兩年自殺也算的 對 就唯一的一個兩年自殺不算 小心 對 我被招了 你是不是被白招了 我靠 沒問題都搞定白了 這個是一個 就是說 Start early Early start for children 當初是小小做的 因為他當時他們的小女兒 Steve是19歲 他當時就在想要 Steve要讀medical school 但等他讀完以後 29歲 十年以後了 剛上大學罵他 他說我是應該現在給他買 還是那個 等到他畢業以後 他自己買 他就做了這樣一個計算 那如果說是19歲買的話 他maximum一年大概是 一萬一千 我記得是一萬多 這個 這個 是不是一個一百萬了吧 一個million policy 對 一個million policy 一個million policy 一萬一 最多放一萬一 如果放了十年 總共就去放了十一萬六 對不對 到他70歲的時候 他什麼都不管的意思 是有2.1個每年左右 再也不放了 還是 就是放了十年 放了時間 再也不放了 再也不放了 一共放了十一萬 總共放了十一萬 後面是 兩點幾個年 二十多年 是每個月都放了什麼 還是一個月 一個月 你可以 一年 就放一次 你一次每個月放 都可以 都可以 一個月一個月放 一千 你這是放了maximum還是一千 這是guide line 其實應該放maximum 五年就不要放 也可以 也可以 它是做的increase 你想多放一點 挺好的 對 它做的increase 因為放不進去 五年就停住了 對 其實 其實你正確 我用7P premium 但是我illustration 用這個 OK 很難解釋 所以target 放十五年也行 對對對 target 不就是gan 就是min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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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就是決定了這個 這個錢囊的大小 也就是說每年 你如果放三十年 就三十成一這個 最多放的錢 對 那如果是二十九歲 開這個policy的話 那麼如果我同時也是放這麼多錢 也是一萬一 也是放十年 就是我們Apple to Apple比的話 那到七十歲的時候 就有九十八萬 那這兩個reference是一點 你就投資了十年 少了十年的時間 投同樣的錢 少了十年的時間 當然如果說是二十九 它maximum up 就是說 我去投 就是 因為它年紀大 它開始可以放錢 比較多 多放 多放一點 就是你放得快一點 快一點 新年的話就是 放十二萬的話 差不多一樣 你也差這麼多 就是這個時間是 是財務的 對 對 時間是打不過的 對 所以 就Parents想 幫助 你拿開yes 你可以stop 你哪怕不stop 你小孩有錢的話 你會繼續 那就是一個今天囊 自己今天囊 就是你一個 奧利boost 是給你小孩 創造了無數的產品 大人不買不行嗎 要給小孩買 必須大人 你讓我問一下 這個 Dialine annual premium Dialine annual premium 這個target premium 覺得是具體長的 什麼區別 它就不是 那它會少一點嗎 Target is low Dialine annual premium 通常 Dialine annual premium 真的是說 maximum可以放進去的 之前 每年 每年 每年是一樣多的話 Dialine annual premium 說 maximum per year 能放進去的 OK Target is lower Much lower 那 Dialine這個 你們 可以放多少年呢 如果沒有 As long as you want Yeah Wherever 從那個policy 一直你 你選擇放多少年 是你自己選擇 你可以放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三十年 不可以 但是你要放maximum 動作就要停下來 然後再動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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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用的字maximum 就是說每年 如果每年是一樣 我的舒服的話 就是Galine annual premium 就是這個 OK I call another thing 叫三倍 對 I call that accelerated Accelerate 加快放 就是說 加快放 就是說 first maybe five 七十年 你會放 more thanGaline annual 對 那叫三倍 但是到五年 六年以後 可能就不能放 因為你已經 尤其是當做level的時候 就肯定不能放 你要做 Level過了十一年以後 也不能放 所以這個 這個相當於這個maximum 就是三倍的一塊 這是 I call this 所以這塊 I call the maximum I call the maximum 另外一次 accelerate the maximum 但一般你跟客人做的時候 不讓他們建議放 該那一次target 假設 多化了十分配 有錢都會放 盡量能放 有錢 早放就賺 有錢 這個東西沒有什麼討論的 你 只要有錢 你的錢肯定是越早放 它的reter越高 毫無疑問 就像這個總子 讓它這個 對對對 時間嘛 就是時間在那邊耿 他自幫你嘛 就是這樣 你要看他特別貨 他沒有那麼多錢的話 你不要秀 那就是設計的問題 一個就是說 他如果有閒錢在銀行裡面 那就請教你放 如果說沒有閒錢在銀行裡面 哪怕他後面有錢 比如說他有個後面錢 你現在哪怕minimum放 現在也得開 不是說我等到我錢出來了 我再去開 因為他說我minimum放 我的return就少了 但是 不能因為return少了 你就不開 等到你return大 那就更慘了 你碗開就更慘了 你先要站個位子 人家說蹲個坑啊 你先蹲個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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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圍棋的 possession站位 站位站位 不叫坑 站位 金曉瑩編 這個東西是 這個東西就是站位 實際上是站位子 因為你哪怕是minimum pay 你現在minimum pay 你一旦有錢的時候 馬上就實現效用了 你比你後面幾年開要更好 損失的那個loss可能更少吧 但很多人有這種觀念 我現在沒有 我放的很少 我放沒那麼快 前期的return很少 但你不開return很少 對吧 不開就沒return 不開哪來的return更少 對 不開沒return 就是意思 就是意思 那第一個是等於說 他如果說這小孩 前面幾年是放 放十年父母 或者是給他放命 以後小孩就接手了 內功放了 那個 8060 8060 然後到75歲 總共放了7萬 到最後70歲的時候 4.5個命令 他就等於說這個孩子 把他這個做為 做精革 對 他自己就收的時候 對 你像小孩他本身 他以後有家 他還得買的 還是要需要他這個 保護他家庭嗎 那你找點惡劣的話 不僅是可以保護他的家庭 同時作為一個退休 甚至可以作為一個 returnal 放的 甚至作為他的 小孩的教育資金都可以 也就是說他如果要有401K的話 他同時要放的話 這個就 絕對 這個就 相當於說是 最後要比401K要得多 那如果是29年 29年的話 那個difference少掉2.3K 如果message這麼放的話 也差不多放這個錢的話 也少掉1.4K 就告訴你這個 早時間是有多麼的重要 早時間 這個兩個house是什麼意思 IUL就是一個house 一個是小house 就是說你就house年 就這麼一個 這相當於一個男朋友的 對不對 或者是相當於一個 一個半學期的學費 小孩現在7萬左右嘛 一個半學期的學費 你放完以後就放在那裡了 你就放了 總共就放了11萬多 兩個學期的學費 兩個學年學費都沒有 就給他一個大的house啊 到後來 就等於是 他們的有2.1個 沒2.1個house 如果他選擇繼續放的話 也就投了7萬多公司 over了41年 是big house 就是一個IUL的house 而且這個東西 你隨時 如果他真的這麼投的話 他也可以把它作為 這個 他的孩子下一站的 教育基金啊 保護啊 retirement 全部一樣的 我們正在做的 analogy 房子嘛 上面是當payment 下面是當payment 那總結一下就是說 哼 投資房 市場風險 這個沒有市場風險 稅務 稅務償單 這個也沒有稅務 零活方便也不行 這個是 很零活方便 距離投資 但是投資房 也是要距離投資的 這個也要距離投資 這個 後面那個IUL 稍微可以flex一點 嗯 對不對 就是 就是那個 因為這個mortgage 他必須付嘛 必須得付 後面那個你可以 所以那個 靈活方便裡面嗎 在靈活方便裡面 你說另外一種 靈活方便 好 BB這兩棟房子 對吧 你要哪一棟房子 你喜歡哪一棟房子 對 對啊 總結了一下 我都給你發過來 好 今天打算是 那個 expression呢 發給我 就是 那個brother 哦 brother 那是一個那個 那是一個那個 那裡面有很多要粉 對 那方那兒好玩 你跟一家領導好好受一受 你跟一家領導好好受一受 那方便你做的 我可以 他那個美的 他方便的 對 我就是你跟一家領導好好受一受 那裡面專門的pdm 那個 那是嗎 pdm 那個有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做了 那哪天可以專門做 那裡面不光是 tubebrother 有很多好東西啊 對 很多很多的好東西 Vetomine的怎麼算 然後怎麼用IOL 把任何一個時期的那個 決斷出來的 S&P方法 你跟IOL比較 當你以後 年級 年級以後 比如說65歲 70歲以後 你開始withdraw 當你withdraw又有浮動 增長的時候 就上次我講過的 一邊withdraw 你如果不withdraw 可能是 你沒關係 這兩 這兩 但是你在withdraw的情況下 市場又上又下的話 那差大了 肯定是IOL好 那個裡面全部是 就靠那個expert sheet 算出來 對 那個好玩的 其實就跟一個 咱們說在天堂的 一個美國老胎 一個中國老胎 兩個聊天 中國老胎的時候 哎呀我辛苦了一百年 一輩子 我終於攢夠了錢 我買了個房子 剛住了一天 我就到天堂來了 對 美國老胎的時候 你看我 我開始一輩子 我enjoy了一輩子 我終於把它付完了 我最後還留了個房子 我住了一輩子 我還留了個房子 其實跟這差不多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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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我會把 鼓掌發給我 把目標給它 配合 好 謝謝 沒什麼 介紹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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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